我是女王泡面 我们今天聊一聊一个拥有结局的《红楼梦》版本 《无视之头记》 以及分析一下这本书里 看似鬼畜却又合理的 薛宝钗的逆天结局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并不完整 保留下来的只有前80回 后面的遗失了 最关键的情节 比如假假的败落 林黛玉之死等等 都不是《红楼梦》的原文 是高恶整理的叙述 高恶把贾府败王写成了复兴 是不符合《红楼梦》伏笔的 《红楼梦》未完 一直是许多人的遗憾 2008年 网上有一位叫何莉莉的网友 宣称拥有完整版《红楼梦》 这个版本最初被定名为 《鬼又本石头记》 后来改为了《无视石头记》 据说何莉莉的奶奶 在解放前是一位战地护士 她在山西战场上 救治了一位商员 这位商员把一本完整版的《红楼梦》 交给了奶奶 何莉莉经常在奶奶那里 看这本《红楼梦》 后来这本《红楼梦》不见了 何莉莉就凭记忆在QQ空间上 把这个版本连载出来了 吸引了很多热心网友追连载 然而何莉莉的文笔稀烂 诗词也饱受争议 比如这一句 红粪家人林黛玉 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人质疑这是假的 尤其是传言说 《光明日报》说何莉莉承认造假 其实《光明日报》说的是 何莉莉承认某些批语造假 《无视石头记》的真假 一直有很多争论 这个系列的视频 并不是想辩论这个真伪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它是真的 这个视频只想聊一聊 《无视石头记》里的情节 因为它的情节匪夷所思 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但是它十分契合原著 跟《纸业言斋》 几乎所的批注也一致 一般的叙述 能把前80回的剧情圆过来 就已经是奇迹 《无视石头记》不仅圆过来 而且还把前80回里 那些没被发现的精巧设计 甚至一笔带过的细节 都完全结束出来 然后将《红楼梦》推向了一个高潮 前80回各种矛盾一起爆发 所有出现过的角色都粉末登场 迸发出他们生命的最强硬 然后一起走向命运的终结 让整部《红楼梦》更加波澜壮阔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以和利益的文学功底是虚不上的 也绝不是看了研究对应写的 因为现在的红学研究 看法根本不一样 很多情节众说纷纭 存在很多争论和矛盾 柔和不到一起 这些线索一个一个去对应 都是未解之谜 更何况一一对应之后 还要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还要将《红楼梦》推向高潮 除非是原作者 或者看过原著 否则没人能兼顾这么多细节 如果因为不符合我们传统印象 就错过它 实在太可惜了 当然这只是泡面自己的想法 不知一提 泡面能力有限 非常有限 经常念作词 大家也有自己的判断 多其未归不求沟通 泡面做这个视频 只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到 这世上有这么一个版本的《红楼梦》 它颠覆了我们对《红楼梦》认知 但不是毫无道理 而且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泡面想把这个版本讲给大家听 抛砖引玉 有了解才会有思考 有思考才会有讨论交流 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 也不管这个版本是不是真的 至少在交流过程中 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红楼梦》 无视之游记 有三大鬼畜情节 元春上战场 林黛玉守家 王熙凤死后还魂 王熙凤我们上一期已经说过了 这一期讲讲薛宝钗的逆天结局 因为薛宝钗涉设计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不讲清楚这个问题 就没办法讲林黛玉和贾元春 薛宝钗的结局有一部分是很清楚的 根据伏笔和批注的暗示 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娶了薛宝钗 婚后两人过了一段夫妻生活 但纵然是举案其美 到底一难平 也就是貌合审理 最终贾宝钗其他儿去当和尚了 但是贾宝钗当和尚之后 薛宝钗呢干嘛去了 这一点就不是很清楚了 在高恶的叙述里 贾家是抄家没抓人 所以薛宝钗还住在贾家 还怀了贾宝钗的孩子 贾宝钗走后 他就在贾家养大这个孩子 最后蓝跪其方 就是薛宝钗的这个孩子 会跟贾蓝一样 赶考高中 贾家因此复兴 这个结局不符合红楼梦伏笔 因为贾家是一败涂地 不会复兴 而且也没有伏笔和批注 暗示薛宝钗有儿子 喜欢红楼梦的小伙伴都知道 红楼梦作者是个巨头狂魔 开头就写了叛词 预告金灵十二差的命运 情节里也全是伏笔 角色们也都是flog王 说出的话 转眼就打脸 小红帮王西凤办事的时候 秦文骂小红 有本事 你今儿就出了这园子 长长远远地攀在高枝上 我才佩服呢 一转眼 小红就真的攀高枝了 你别扶着我去吧 我任你做女儿 我一条理 你就出去了 而且还有巨头大神指眼斋 几乎走 在红楼梦的夹缝中 写批注发弹幕 跟作者一起巨头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里面的门子 就是指眼斋巨头说 注意这个门子 所以如果薛宝钗有儿子 不可能一点伏笔都没有 举个例子 李丸的儿子贾兰 在李丸的叛词曲子里 都有暗示 桃李春风 杰子丸 更重要的是 精灵十二差的命运各有不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宿命和挣扎 薛宝钗不可能活到最后 跟李丸一样了 除了高额的叙述之外 大家印象最深的结局 应该是来自八七版红楼梦 八七版是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 根据伏笔和批注推测的 把高额的复兴结局 修正回了彻底的悲剧 贾宝钗取了薛宝钗之后 很快贾家被抄 一家人全部被抓入狱 薛宝钗也被抓了 但是由于薛宝钗先天壮 没死在御神庙 而是被卖了 蒋约翰和习人 把他数出来带回家 蒋约翰是个戏子 一名叫奇官 跟贾宝钗关系很亲密 根据批数推测 贾宝钗的丫头习人 将来会嫁给他 后来他和习人 会供奉薛宝钗和贾宝钗 所以八七版的剧情 贾宝钗出狱后 住到了蒋约翰家里 薛宝钗被熟出来后 知道宝钗也在这里 就匆匆进来见宝钗 宝钗虽然知道薛宝钗要来了 但他此时万念俱灰 不愿再见薛宝钗 提前离开 一人走向白茫茫一片的雪地 然后就全剧中了 八七版结局很仓促 前八十回拍了三十一集 后面只拍了五集 抄家只拍了两集 很多情节没有拍 很多人下落不明 宝姐姐被撇在蒋约翰那里 就没有然后了 但实际上薛宝钗活了很久 真是尹解好了哥里有一句 说什么 知正浓焚正香 如何两病又成双 这里就有批注巨头说 指的是薛宝钗和史湘云 两病成双就是年纪大了 而且史湘云有 殷麒麟白首扶双星 再次提到了白首 头发白了 也就是说薛宝钗和史湘云 在命运多喘的精灵十二钗里 是活得比较久的 至少活到了两病斑白 由此可见薛宝钗被贾宝钗 抛弃之后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干嘛去了 在我们印象里 薛宝钗成为一个弃腹之后 他的一生似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是在无事石头记里 贾宝钗离开后 依然有薛宝钗的重头戏 他改嫁了 改嫁给了贾雨村 第一次看到这个结局是在网上 看无事石头记的介绍 提到了这么一句 薛宝钗改嫁贾雨村 刚开始的心情是我操 真敢写 改嫁贾雨村 呵呵 但是顿了一下 突然像晴天霹雳 短短几个字就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冲击 就像一柄华丽但未出窍的宝剑 好看归好看 始终只是刀鞘好看 直到有一天 宝剑出窍 锋芒毕露 一尺寒光 看绝云 我写上面这一段诗 还能感觉到当初的激动 但是做这个视频 就感觉心里没底 因为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结局的看法 而且薛宝钗本身争议很多 大家对他的感受也是天差地别 比如林黛玉行令的时候说 左边是个天 良辰美景奈何天 这句词来自牡丹亭 在当时不是正经书 所以林黛玉这句话说得很不合适 薛宝钗听出来了 但是没当面戳穿 而是私下来劝林黛玉 以后不要看这种小黄书了 同样一段情节 不同的人看就有不同的感受 有人觉得宝姐姐好 对林妹妹寻寻善诱 有人觉得宝姐姐心机浮黑 用手腕拉拢林黛玉而已 薛宝钗这个角色 不像王熙凤那样 好得清楚坏得直接 薛宝钗的好坏模棱两可 有人觉得这是好 有人觉得这是心机 看法不同很容易吵起来 我还没讲薛宝钗的时候 就已经有小伙伴在留言里争论了 其实这正是薛宝钗的魅力所在 它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角色 红罗梦有一寸的余地 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万个薛宝钗 但是在无视石头记里 薛宝钗的浮黑心机被垂食了 所以无视石头记里薛宝钗争议很大 有很多小伙伴跟我留言 说薛宝钗性格崩坏了 还有小伙伴担心我 介绍薛宝钗的结局会被骂 其实我也很担心 曾经因为说 不好看就被怼了很久 你懂个屁 看过原著吗 无视石头记里 薛宝钗的一些行为很夸张 确实跟前八十回脱节了 脱节的原因 其实是个重要问题 不说清楚 很难讲林黛玉和贾元春 而且薛宝钗作为重要角色 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 所以还是努力做了这些视频 还来了薛宝钗 如果不符合你心中的薄姐姐 请多多包涵 这只是个人 对无视石头记的独厚感 放在科普区 是因为B站的迷之分类 科普区全名叫 趣味科普人文 请注意这个人文 这个视频属于人文 跟科普没关系 B站把科普人文写一起 放一块 所以我也只能放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意见 可以给B站提 这个视频连安利也算不上 如果你想买无视石头记 请一定做好文笔稀烂 根本看不下去的准备 当初我也是看了 介绍的文章去买了 然后打开一看 眼就瞎了 扔了家里好几年都不想翻 后来做封建姐妹情史 提到了四段姻缘说 才又翻出来 所以这就是一篇 水平极其有限的观户感 只是跟大家聊一聊 薛宝钗改家甲雨村 还有严重的脱节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内容比较多 大概要分三个视频才能讲完 我们先从改家开始说 在说改家之前 有一个关键问题 贾宝钰为什么抛弃薛宝钗 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 连小孩子都知道 宝钰爱宝钰 宝钰不愿意 偏偏爱上了林黛玉 但是如果贾宝钰不爱薛宝钗 那贾宝钰为什么要取薛宝钗 也许有小伙伴会说 是贾家逼贾宝钰取薛宝钗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印象 是来源于高恶的叙述 高恶的叙述里 贾家希望贾宝钰取薛宝钗 林黛玉因此抑郁而终 焚搞断痴情 吐血而亡 贾家瞒着贾宝钰 让薛宝钰冒称林黛玉 跟她结婚 且不论薛宝钰 为什么要同意这么骚气的操作 贾宝钰总要接盖头啊 一接盖头 一看是宝姐姐 肯定要问林黛玉呢 林黛玉死了 又回到那个问题了 林黛玉死了 她为什么还要取薛宝钰 高恶是这么写的 贾宝钰听说林黛玉死后 撅过去了 恍惚中到了黄泉路 遇到疑人 那人告诉她 林黛玉回离横天了 就是寻死也见不到林黛玉 如果潜心休养 还能见上一面 醒来之后 贾宝钰内心清爽 觉得死都死了 结都结了 薛宝钰也挺好 外家长辈逼着去 贾宝钰就认了 是不是有点窒息 没错 高恶版里 贾宝钰就是个傻的 她的玉丢了之后 人就不太正常了 所以怎么写都有道理了 虽然高恶的叙述 不符合《红楼梦》的伏笔 但是宝钰的结局 符合经典爱情套路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朱英台 都是家里反对 情侣绝命 所以这个结局 特别深入人心 影响巨大 即便是讨厌高恶结局的小伙伴 也会被高恶影响 甚至八七版也受到了影响 八七版里 王夫人相中了薛宝钰 就让元春赐婚 这段情节源自第28回端午节 贾元春送大家礼物 她送给贾宝玉和薛宝钰的礼物 是一样的 送给林黛玉的礼物 是跟探春迎春西春一样的 比薛宝钰的要少 贾宝玉还问习人 这是怎么个缘故 我和宝姐姐是一样 和林妹妹倒不是一样的 八七版认为 这是贾元春对贾宝玉婚姻的干涉 所以安排了元春指婚 宝玉知道了 肯定会有反应 八七版就把宝玉支开了 让她外出 遇上变故 下落不明 只剩林黛玉 一人独自面对这件事 零黛玉万念俱灰 焚搞断痴情 没能等到宝玉的消息 就吐血而亡 贾宝玉回来后 知道林黛玉死了 伤心欲绝 但是不得不奉元春之命 忍痛取了血宝柴 虽然八七版贾宝玉没有封 但基本也是高厄的模式 贾宝玉依然是被逼着取了血宝柴 林黛玉依然是被气死的 而吴氏石头计在这一点上 跟高厄完全不同 贾宝玉原本要取林黛玉 但婚事被抄家打断了 林黛玉死了 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续取了血宝柴 这个结局猛的一看似乎不可思议 也可能跟我们印象不同 但是在《红楼梦》第58回 杏子英甲凤气虚黄里 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 贾宝玉将来是心甘情愿取取宝柴的 情节是这样的 贾府养了一群唱戏的女孩子 其中有一个唱小声的藕官 和一个唱小淡的敌官 在戏中扮演夫妻 两人日久生情 在生活里也跟夫妻一样恩爱 后来敌官死了 藕官悲痛欲绝念念不忘 还经常给敌官烧纸祭奠 再后来 蕊官接替了死去的敌官唱小淡 跟藕官演夫妻 藕官就对新来的蕊官同样温柔体贴 其他戏子就很奇怪 问他是不是得心弃疚 藕官就说 这又有个大道理 比如男子丧了妻 或有必当虚贤者 也必要虚贤为事 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 便是情深义重了 若一位因死的不虚 孤手一事 也不是理 死者反而不安了 这段话就是说给贾宝玉听的 当时藕官在大官员 给死了的敌官烧纸 被管家婆子发现了 要赶他出去 贾宝玉就把藕官挡下来 说是自己让烧的 打发走了婆子 贾宝玉问藕官怎么回事 藕官说 你去问你房里的方官吧 方官知道 贾宝玉就去问方官 方官把来龙去脉 给贾宝玉说了 还说了藕官那一段 关于虚贤的理论 比如男子三了七 或有必当虚贤者 也必要虚贤为事 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 便是情深义重了 若一位因死的不虚 孤手一事 也不是理 死者反而不安了 贾宝玉的反应 原文是这么写的 宝玉听了这篇呆话 独合了她的呆性 不觉又是欢喜 又是悲叹 又撑其道绝 这已经不是伏笔了 是明确表达了贾宝玉的想法 除非《红楼梦》作者 掀了棺材板 自己打脸 吃书改设定 否则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一定会 以同样的心思 去薛宝钗 而且有趣的是 西班解散后 这些戏子 被分到了各房当丫头 偶官分给了林黛玉 偶官虚贤的蕊官 分给了薛宝钗 分给贾宝玉的方官 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外人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是他告诉贾宝玉的 可以说全程flog 而且这一段 也从侧面说明了 一个关键问题 是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才考虑续写 心甘情愿取薛宝钗 而不是贾宝玉取薛宝钗 气死了林黛玉 这一点 有纸批的佐证 纸批不止一次提到 贾宝玉对薛宝钗忘情 第二十回 贾宝玉在宝钗房里 跟丫头赌钱 赌输了耍赖 吵起来了 这时正好贾宝玉来找薛宝钗 说了贾宝玉两句 让她自己玩去了 大正月哭什么 你原来是来取乐的 既然不能取乐 就到别处去玩 你哭一阵就能取乐了 去 然后贾宝玉就留在薛宝钗房里 跟薛宝钗玩笑 这是整部《红楼梦》里 为数不多的宝玉和宝钗独处 但是史湘芸突然来了 两人就一起去找史湘芸了 这里有一句批语 说妙极 凡宝玉宝钗贤相遇 非待遇来 即湘芸来 是恐泄露文章之精华也 意思就是说 《红楼梦》几乎没写过 宝玉和宝钗独处 两人只要在一起 一定会打断 要不然就泄露了文章的精华 后面不好写了 批语还说 若不如此 则宝玉久坐忘情 必备宝钦见弃 杜绝后闻 成妻夫妇时 无可谈旧之情 有何趣未哉 宝玉坐久了 就会对薛宝钗想入非非 薛宝钗肯定要嫌弃他 两人关系就会闹僵 那日后两人成为夫妻 没法回忆旧情 这句批语明显是说八十回前 没有描写宝玉跟宝钗独处 是为了给厚文留余地 把两人的感情留到后面些 第二十八回的批语更明显 宝钗把圆春刺的红色串 带在手上 被宝玉看到了 宝玉就说 想要看看红色串 宝钗就往下摘 因为薛宝钗猪圆愚润不好摘 就露出了一段雪白苏碧 宝玉一下看呆了 心里还想 这膀子若长在林妹妹身上 或者还得摸一摸 偏长在她身上 薛宝钗看她呆了 很不好意思 丢下红色串就要走 这时林黛玉来了 劫住了这段戏 这里有批语说 宝玉忘情落于宝钗 事后回累累忘情之影 也就是宝玉对宝钗是动心的 而且后面动心还不止一回 想一下 如果是在高恶的剧情里 这些批语很难理解 因为贾宝玉是被逼着娶了薛宝钗 林黛玉因此被气死 贾宝玉为林黛玉疯癫了 最后去做了和尚 这种情况下还要怎么写 贾宝玉对薛宝钗心忘情 高恶版连贾宝玉跟薛宝钗原房 都写得非常勉强 是贾宝玉要在外间 等林黛玉托梦 没等到一琢磨 还是跟薛宝钗睡吧 八七版考虑了续弦的伏笔 所以没有像高恶那样硬写 贾宝玉也没有封 但他依旧是被迫取了薛宝钗 林黛玉依旧是被气死的 世子娟看林黛玉病重 到处给他张罗婚时 说只有嫁贾宝玉才能救他 结果贾家安排了薛宝钗 薛宝钗占了林黛玉保二奶奶的位置 林黛玉才死的 子娟都看不过去 愤恨不平 更何况贾宝玉 这种情况下 宝玉不怨已经是心宽了 也很难写贾宝玉又喜欢上了薛宝钗 只有我们抛弃高恶版的故事 顺着《红楼梦》续弦的伏笔去考虑 不是娶薛宝钗气死林黛玉 而是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续弦薛宝钗 比如男子丧了期 或有必当续弦者 也必要续弦为事 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 便是情深义重了 若一味因死的不续 孤首一世 也不适离 死者反而不安了 这样贾宝玉对宝钗 累累忘情也就合理了 而这正是《无视石头记》的剧情 虽然有伏笔和批书之词 可能大家还是很难想象 剧情是怎么发展的 而且如果林黛玉不是被气死的 那她怎么死的 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无视石头记》怎么写的 《无视》里面没有元春赐婚 元春送礼返常 是元春之死的暗喻 这个我们在元春的时候会讲 《无视石头记》里 贾家最终安排的是贾宝玉 取林黛玉 但是婚礼被抄家打断了 没结成 注意抄家只是抓了几个有罪的 并不是一锅断了 这一点跟八七版是不同的 我们上期解释过原因 这里就不重复了 抄家之后 贾家大乱 婚礼被一拖再拖 后来人们开始争 没被抄走的家产 贾华为了抢家产 杀了父亲 绑走了贾宝玉 贾家其他人 死的死逃的逃 只剩林黛玉 作为没过门的宝儿奶奶 勉强维持家计 可能很多小伙伴 被高恶的结局影响 认为林黛玉死于抄家之前 没经历抄家 而且八七版抄家后 只拍了两集 三十五集抄家 三十六集就全局中 这么仓促结局 让大家误以为 一抄家就结束了 会觉得林黛玉死在三十三集 不算早了 其实八七版是伏笔批注有限 不可能还原所有剧情 外加经费紧张 才拍得这么赶 实际上抄家 才是《红楼梦》的高潮 假设写完了 要写真事了 风雨飘摇中的假假 抄家之后 彻底陷入了混乱 人们在混乱中 上演了最后的疯狂 作为读者 也许不忍心 看林黛玉经历抄家 希望林黛玉死在抄家前 但是 哪个作者 会在全书高超前 把女主写死了 泰坦尼克号 还没撞冰山呢 女主就挂了 这戏还要怎么演 而且 没有任何伏笔说 林黛玉抄家前就死了 藏花营反而暗示了 林黛玉是在假假 坚持到最后的 藏花营最关键的一句 耳金死去农收藏 未卜农生何日桑 农金藏花人笑吃 他年藏农知是谁 意思是 你们死了 我收藏 我又会死在哪一天 我现在藏花 有人笑我吃 他年藏我的又是谁 很多人把这句话 当成林黛玉悲观伤感 甚至无病身影 但是《红楼梦》里 每个人的诗词 几乎都是他们命运的写照 而且纸批明确指出 林黛玉写的藏花营 是大观园 朱燕之归原小影 就是大观园女孩们的结局腐烂 这句话 不是林黛玉强说仇 就是他命运的写照 他作为没过门的宝儿奶奶 未惨死的假家子弟 收尸掩埋 自己却生死无一 而且林黛玉葬花这天是盲种 《红楼梦》在这里 度赚了一个风俗 寂见花神 说盲种一过 种花皆谢 花神退位 需要践性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花神是林黛玉 因为林黛玉的生日 是2月12 花昭节这一天 种花皆谢 花神退位 就是说 家王人散之日 是林黛玉离世之时 所以林黛玉不是死在抄家前 而是死在抄家后 那薛宝钗跟贾宝玉结婚的时间线 应该是这样的 先抄家 然后林黛玉死了 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去取薛宝钗 也就是说 抄家的时候 贾宝玉还没取薛宝钗 所以在贾宝被抄的时候 薛家没理由留下跟着一起倒霉 薛家当初来京城的时候 在京城有自己的房子 他们为了慢慢收拾自己的房子 借住在了贾家 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 跟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 是亲姐妹 薛家在贾家 一住就住了十多年 一点也没走的意思 因为薛家不仅惦记 薛宝钗跟贾宝玉的金玉良缘 还要依靠贾家权势 薛宝钗的哥哥薛盘打死人 就是靠贾家摆平的 就算住在贾家 薛家也从来不掺和贾家的事 王熙凤病倒后 找人顶班管理贾家 提到过薛宝钗 灵固你和宝鸭都两个虽好 可都是亲戚 而且又特意说了薛宝钗一句 况且一个是拿定了主意 不甘己事不开口 一问摇头三不知 其实就是薛宝钗管不着 也不愿管 后来贾家奴仆偷东西闹事 鸡飞狗跳的时候 薛宝钗和薛姨妈 直接把通往大官员的门锁了 贾宝玉很奇怪 说你这样进出不麻烦吗 薛宝钗回答得很直接 宝兄弟 小心着没错 你看你那边 我们这边就没事 可见这门关得有功的吧 后面薛宝钗还说了一句 连妈和我也进这些 大家别走 纵有了事 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 所以当贾家失事 将要被抄的时候 薛家同样管不了 也不愿管 显然不会再住下去了 他们连夜卷铺盖卷走人了 薛宝钗没被抓 薛家也没被抄 薛家跑路 在前八十回已经有预兆 在临近八十回 贾家中秋节最后一次晚宴上 宁国府诡异 容国府冷清 这是贾府即将迎来终极的预兆 宁国府那边 贾真吃喝玩乐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声长叹 然后一阵阴风吹过墙 寺堂内传来隔上开关的声音 吓得众人毛发到处 贾真酒醒了一半 勉强坐了一会儿就散了 容国府这边一开席 位子空了一半 王熙凤生病没来 贾母更觉得冷情 说往日都是三四十人 今日就这样太少了 这里批注就提示了 贾母提人少是将散之兆 而且贾母还算了算贾静死的时间 说贾静死了大概两年了 这里批语又说 不是算贾静 却是算贾射死七夜 所以这场中秋夜宴 不是一次简单的吃吃喝喝 而是贾家最后的晚宴 贾母是在为所有人送中 上期我们分析过 贾母会死在抄家前 她没有看到贾家败落 这场宴会是将未来的悲剧 呈现给贾母 而且对比无视石头记就会发现 晚宴全场都是flag 比如这场晚宴到最后 大家都撑不住六号了 只留了贾探春一个 老老实实坐在那里 贾母说了一句 只是三丫头可怜见的 一个人坐着 你也去吧 是 我们也散了 你也去吧 我们散了 是一个巨大的flag 后面探春一走 马上就是元春被刺死 贾家被抄 三春去后诛方禁 各自虚寻各自门 所有的角色一个接一个的走上末路 取终认散 再比如王熙凤的缺席 一般只认为是烘托荣国府冷清 实际上她的缺席也是暗示了 未来她没经理抄家 贾家被抄的时候 王熙凤已经不在了 这一点可以看一下上期王熙凤的结局 这样一场关键告别宴会上 薛家在哪里 薛家不在 集体下线 贾母跟王夫人说了一段话 来解释这个事 大意是 贾家往年老爷们不在 都是请薛家一起来过中秋 今年老爷们都在 不方便请 而且薛家来人了 薛宝柴的堂弟薛科 带着妹妹薛宝琴来投奔 薛家自己过中秋去了 没跟贾家一起过 这时王夫人跟老太太说了一句 往年 你儿们虽多 终不能像今年 自己骨肉齐全的好 嗯 要知道王夫人跟薛姨妈是亲姐妹 这样的关系 王夫人说不是亲生骨肉 就是站在贾家的立场上 点明了薛家姓薛不姓贾 虽然住一起 但不是一家人 王夫人说的还比较含蓄 史湘云心知口快 非常直接的怼了薛宝柴 史湘云原本是薛宝柴的铁杆迷妹 在她心里 宝姐姐最好 睡觉也要和宝姐姐一起睡 还天天跟林黛玉念叨宝姐姐好 有一次 林黛玉向她咬舌 她吵不过林黛玉 就把宝姐姐抬出来 给自己撑场面 我指出一个人来 你敢挑她 我就扶你 谁 你敢 挑宝姐姐的短处 那我就扶了你 我以为是谁 原来是她 我怎么敢挑她呢 云妹妹 咱们说点别的吧 史湘云还处处护着薛宝柴 有一次薛宝柴给贾宝玉秀肚兜 被林黛玉看见了 林黛玉刚要怼 史湘云就插开话题 把她拉走了 这一次晚宴 薛宝柴没来 林黛玉还没说什么 史湘云马上脱粉回彩了 可恨宝姐姐 姐妹间成天说亲道热的 早已说好 今年中秋 要大家一处赏月 必要起设 大家联聚 到今天 倒丢下我们自己赏月去了 这里还有一句 舍也散了 舍也不做了 倒是他们父子书职纵红起来 注意父子书职 这时来的薛科薛宝琴 是薛宝柴的弟弟妹妹 而且薛宝柴的父亲早死了 所以根本没有父子书职 只有兄弟姐妹 史湘云用父子书职 就是跟王夫人一样 说的是家族与家族之间 史湘云下面还有一句话 你可知宋太祖说得好 卧榻至旁 请他人酣睡 史湘云用这样的典故 很反常也很露骨了 贾家最后的晚宴上 薛家的缺席 就是表明了薛家的立场 不会跟贾家同生死 尤其是抄家之前 贾家已经定下了取林黛玉 薛宝柴跟贾宝玉的金玉良缘 没职望了 他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不躺枪不舒服吗 贾家抄家那天 薛宝柴的哥哥薛盘 看到有官兵往贾府来 就赶回家报告母亲 薛姨妈第一反应 不是担心贾家 而是担心自驾被连累 连犹豫都没犹豫 连夜跑路逃去了子坛堡 子坛堡就是蒋玉翰那里 我们刚才说过 他和习人会供奉薛宝柴和贾宝玉 薛盘也认识蒋玉翰 见过十多次 一起吃过酒 行过酒令 后来贾宝玉因为窝藏蒋玉翰的事被打 大家都怀疑是薛盘告的密 薛盘和薛宝柴还为此炒了一架 吴氏石头记里 那个抓蒋玉翰的周顺网页 在第81回就挂了 蒋玉翰回子坛堡 过自在日子了 所以薛盘想到了蒋玉翰和子坛堡 就带着妈妈还有妹妹 跑去了子坛堡 吴氏石头记里 是薛宝柴先到了子坛堡 而且是薛家全家 外带一部分薛家财产 最搞笑的是 薛家是带着夏金贵一起跑的 夏金贵是薛盘的媳妇 扑妇一个 比王熙凤生猛 王熙凤都不敢跟长辈对骂 夏金贵就敢 自从他嫁到薛家 没有一天不闹事的 而且他一心要整死薛盘的小妾香菱 香菱原本是真实隐的女儿 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 长大后又被人贩子一女两脉 同时卖给了冯渊和薛盘 薛盘为了争他 打死了冯渊 引出了葫芦僧乱判葫乱案 这是《红楼梦》开片的故事情节 前80回 夏金贵各种排挤他 还在当他扎小而咒自己 然后怂恿薛盘去打他 薛盘就真拿门栓去打了 薛姨妈被气坏了 拦下薛盘 要卖香菱 这丫头扶持你这几年 哪一点不周到不静心 这种没良心的事 他做过一次吗 就是动粗鲁 也得问个青红皂白 哎哟 哎哟 香菱既然不好 也不许你打他 我这就叫个人牙子来 卖了他 卖了他 你就信尽了 香菱 快跟我来 多少卖几两银子 拔去眼中钉肉中刺 大家过太平日子 你两家只管卖人 不必说着一个扯着一个的 我们是那吃醋捏酸容不下人的人吗 怎么拔去眼中钉肉中刺 是谁的钉 谁的刺 这是谁界的规矩 婆婆在这说话 儿媳妇在这扮嘴 亏你还是个大呼人家的女儿 瞒嘴里大呼小叫的 说的实现什么 罢了 别让人听见笑话 我不怕人笑话 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 我都怕人笑话 再不然就留下他卖了我 谁不知道你薛家有钱 行动拿钱惦过人 又有好亲家侠借着别人 你不趁早还等什么 妈 叫个人牙子来卖香灵 卖了心机 妈 咱们家只知道买人 从来不知道卖呀 妈可是气糊涂了 要是叫人听见 不笑话吗 哥哥嫂子嫌她不好 留下给我 我正愁没人使唤呢 香灵就跟着薛宝钗了 虽然远离了是非 但一并不起 这是八十回之前的故事 香灵的结局是很清楚的 因为她判词里写了 自从两地生姑木 致使香魂反故乡 两地生姑木就是一个柜子 是夏金贵害死了她 不是石头记录 香灵变重期间 梦见了父亲真诗颖 真诗颖丢了女儿之后 随博足都二人走了 此时她是托梦来送香灵的 因为香灵马上要回太区幻境了 她在香灵死前 把生死告诉了她 香灵哭醒后 发现窗外有人 是夏金贵来了 她赶走香灵后 又要排挤宝禅 宝禅原本是夏金贵的丫头 也不是擅长 她跟薛盘好上之后 就不服夏金贵了 跟她又吵又闹又打架 夏金贵被气得心情不好 喝醉酒到了香灵的房间 看见香灵就气不打一出来 拿牛津线勒死了香灵 香灵死后 魂魄回到故乡 但故乡的房子早已烧了 母亲疯失也回娘家了 香灵就去大儒州找母亲 母亲从她眉间的胎记认出了她 虽然母女相认 但香灵魂魄 要回泰虚幻境 转眼就不见了 香灵死后 薛宝钗和薛姨妈 疑心是夏金贵干的 但夏金贵毕竟是薛盘的妻子 香灵只是侍妾 所以薛宝钗和薛姨妈 没报官 只是厚葬了香灵 这也给夏金贵 后来大闹薛家 买下了伏笔 薛家跑路的时候 宝禅和夏金贵又闹起来了 宝禅说别带那个脚架心 话还没说完 夏金贵就闯进来说 你们要是不带我 我就跟官民说 你们躲到紫檀堡了 薛姨妈没办法 说带着走吧 什么他八卦 混说白道的 咱们薛家名声都要传出去了 就这样 薛家带着夏金贵 一起去紫檀堡躲避 贾家这边抄家之后 彻底乱套了 剩下的人不是想怎么挣兴家业 而是抢夺剩下的家产 贾皇为了争家产 杀了父亲 还把贾宝玉绑去了玉神庙 这个详细过程比较长 我们放到贾宝玉的时候说 后来贾宝玉逃出来 逃到了贾约翰那里 遇到了薛宝钗和西人 薛宝钗留他在紫檀堡避一避 贾宝玉此时被贾环折磨得吓扑了胆 噩梦连连 但他怕林黛玉惦记 还是要回贾家 但这个时候贾环纠集了一大帮人 要冲进贾家 抢人抢东西 薛宝钗怕他回去 再遇上贾环被绑起来 就拦着不让他去 贾宝玉自然不肯 薛宝钗就骗他说 林黛玉已经死了 其实薛宝钗根本不知道 林黛玉失生失死 只是怕贾宝玉回去送人头 贾宝玉听了之后 伤心欲绝 只能留下来 跟薛宝钗一起躲在紫檀堡 没有发现薛宝钗骗他 一年左右之后 贾家争家产 已经争得家破人亡 只剩下几个幸存者和一片荒宅 贾宝玉偷偷跑回贾家 在荒宅里 发现了林黛玉的尸骨 注意是尸骨不是尸体 林黛玉已经死很久了 林黛玉是在贾家 家破人亡之后 上吊自尽的 当时他虽然只是跟贾宝玉订婚 没有完婚 但贾正已经把他当儿媳妇 让他和李丸管家 动乱的时候 贾家的人死的死 跑的跑 只剩下刑夫人 林黛玉 李丸 还有已经被扶正的平儿 刑夫人被强盗杀了 李丸带儿子跑了 平儿带乔姐跑了 只有宝儿奶奶林黛玉 带着仆人维持贾家 等待宝玉 但贾家已经救不过来了 最终 林黛玉上吊自尽 这里有很多小伙伴觉得 不能因为玉带临终挂 就说林黛玉是上吊死的 觉得太简单粗暴直接了 这一点 后面我们讲宝姐姐的金三雪里埋食 会一起说 说明白宝姐姐的 林黛玉也就明白了 我们接着说 贾宝玉找到林黛玉尸骨后 林黛玉的魂魄来跟贾宝玉告别 红楼梦前八十回说过 林黛玉的本体是酱猪仙草 神英侍者曾经用甘露灌溉她 后来神英侍者下饭 经历红尘 转世为贾宝玉 酱猪仙草就跟着一起下饭 成了林黛玉 用一身的眼泪 还她灌溉的恩情 所以林黛玉死后 魂魄来跟贾宝玉说 已经还了她一身的眼泪 要回李恒天了 说完就走了 贾宝玉不想让她走 正哭喊着薛宝钗来了 贾宝玉就请她帮忙 掩埋林黛玉尸骨 薛宝钗说 姐妹一场当然会帮这个忙 而且她来的时候 就带了个带子 玉被万一看到贫儿的尸骨 好替她收敛 带子应该是跟林黛玉葬花 差不多的带子 林黛玉当初葬花时 贾宝玉说扔水里 林黛玉说 放在绢带 拿土埋上 日久 嘴土化了 岂不干净 这里埋林黛玉的时候 薛宝钗刚好就带了带子 剧情呼应的是颜色和缝 贾宝玉也干得出 埋人不用棺材 用带子这种奇葩事 但是总觉得很喜感 薛宝钗把林黛玉 收带子里了 曾经以为八七版 王熙凤的草席子 已经采到家了 林黛玉居然是带子 薛宝钗帮贾宝玉 一起脸了林黛玉的尸骨 埋进贾宝祖坟 林黛玉的葬花印里说 他年葬农知识谁 吴氏石头记有了答案 是薛宝钗和贾宝玉 贾宝玉见薛宝钗为林黛玉落泪了 就觉得他情深义重 后来薛宝钗陪着贾宝玉 回到贾宝旧宅 这时贾宝已经完了 乱世也过去了 只剩下了一些荒宅 薛宝钗不辞辛苦的 陪他各处去看 还去给他买了韭菜 这里薛宝钗出去买韭菜 可能让人感觉不对头 吴氏石头记的这些细节没法抠 毕竟是何莉莉凭记忆的 不过硬要说也说得通 这时贾家薛家都已经败落了 八七版红楼梦薛宝钗还被卖了 这样的宝姐姐不可能去买韭菜 但是这样的宝姐姐 袍地瓜都毫无违和感 宝姐姐买回韭菜 两人饮酒吃饭 宝钗觉得热脱下外衣 挽起袖子露出了一段手臂 何莉莉这里写的外衣 也不知道到底脱的什么 以前贾宝钗要看薛宝钗的金锁 薛宝钗也是解了排扣 从里面掏出金锁的 露出一段手臂 是呼应了二十八回的时候 她给贾宝钗看红射串 批语说那是后悔 累累忘情之隐 所以这里贾宝钗再一次 看到薛宝钗的手臂 就借着酒精 抓住了薛宝钗的手 薛宝钗说 你现在孤身一人 我再不扶持你 你这辈子该怎么过 既然你对我有情 我愿终身相托 忘你不要辜负了我 于是两人定下终身 做了夫妻 有小伙伴留言说 怎么可能刚埋了林黛玉 两人就滚床单了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弯太急 再加上和莉莉的文笔生硬 确实刺眼 但真是尹解好了歌里 有这么一句 披主说黛玉情文一干人 一段妻妾迎心送死 疏恩疏爱 疏痛疏悲缠绵不了 上一期说王熙凤的时候 我引用这一句 还有很多小伙伴 发弹幕纠正说 这是说的林黛玉和薛宝钗 其实这还有一句批语 熙凤一干人 但是熙凤一干人 说的是这一句 还是下一句 金满香银满香 斩眼乞丐人皆棒 是个有点迷糊的地方 我没找到这句批语的具体位置 有哪位大佬友的话 借一不说话 从无视手机来看 王熙凤这两句都说得通 所以上期我就引用了 除了这个伏笔之外 还有第二十八回 妓女云尔曾经唱过一首曲子 两个冤架都难丢下 想着你来又记挂着她 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 想着笑 幽妻私定在图迷架 一个偷情 一个寻拿 拿住了三槽对岸 我也无回话 这首曲子大意就是 脚踩两只船 吃着碗里的 惦记着盆里的 偷情被抓 曲子后面有句批语 直刺宝玉 所以这一段出乎意料 是跟我们的印象不合 但是跟《红楼梦》的伏笔 批注是对应的 一夜之后 两人回到子坛堡 正式成分 这就是无视石头记 贾宝玉去薛宝钗 但是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 就会有一个问题 既然贾宝玉 接受续弦的说法 自愿娶了薛宝钗 薛宝钗也是 善解人意的姐姐 陪她掩埋林妹妹的尸骨 后来还主动回忆林黛玉 把林黛玉的石毒银 写给贾宝玉看 并没有把死的林黛玉 丢锅不提 那贾宝玉 为什么还要抛弃薛宝钗 还要出家 高恶的虚书里 是贾宝玉疯了 一切皆有可能 她在疯癫中顿悟了 功名利禄真害人呐 悟道修仙才是正途 于是贾宝玉就出家了 贾宝玉人还很高兴 说出个佛爷比中举好 小时候深受高恶版的影响 特别中二的认为 出家悟道才是最牛逼的 虽然并不知道 到底啥与肉真理这么牛逼 但就是觉得 贾家人都是一群红尘里的赤 只有贾宝玉活得明白 只有林黛玉理解她 其实撇开高恶的叙书 只看《红楼梦》前八十回 那些出家的 比如甄士盈柳香莲 并不是得到成仙 普度众生 而是毕士 他们是在极大的打击下 痛不欲生 甄士盈丢了女儿 柳香莲死了未婚妻 他们只有抛家舍业 出世逃避 无欲无求才不会痛苦 放下执念的同时 也断绝一切希望 贾宝玉也是一样 贾宝玉曾经听了一支曲子 《药物道》 林黛玉就问她 至贵这宝 至奸这玉 而有何贵 而有何奸 这么愚钝 还参禅呢 她拿不上来就算输了 连我和宝姐姐所知所能的 你都不知不能 还有点参禅呢 而且 批语里形容贾宝玉和真实影的出家 都是用的悬崖撒手 真实影抛弃了妻子 贾宝玉也抛弃了妻子 所以她后来出家 是跟真实影一样的 都是毕士 八七版也是这个思路 贾宝玉没有成佛 而是宝尝世事无常 悬崖撒手了 但是因为八七版篇幅有限 演出来特别诡异 贾宝玉出意后 对史湘芸的态度是这样的 但是逛了一圈之后 对西人就这样了 后来她明知 但是薛宝钗被输出来了 连面都没见 就悄无声息的走了 这时就不由得想 薛宝钗怎么得罪贾宝玉了 八七版是元春直婚 又不是薛宝钗逼她结婚 凭什么看不起宝姐姐 这里应该是八七版篇幅有限 没有拍出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的冲突矛盾 如果拍出来 应该是跟无视石头记一样 贾宝玉是跟薛宝钗短短深到过不下去 只能悬崖撒手 也许有小伙伴说不对 贾宝玉不是因为林黛玉去做的和尚吗 红楼梦有伏笔 确实前八十回 林黛玉一说死 贾宝玉就说做和尚 你到哪去 我回家去 我跟你一块去 那我死了呢 我做和尚去 我说些什么 你们家倒是有几个亲姐姐妹妹 明儿都死了 你有几个身子去做和尚 你死了 别人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炫耀酷死了 你死了 我做和尚去 做了两个和尚了 从今以后 我记着你做和尚的招数 林黛玉死后 贾宝玉确实做了和尚 无视石头记礼 贾宝玉也真的做了两回和尚 但是迫使她走出这一步的 不是林黛玉 林黛玉死后 她没出家 而是续嫌了薛宝钗 最终是薛宝钗 让她万年聚会出家了 这一点薛宝钗自己立过Flog 就是第二十二回 听曲闻 宝玉无缠机 当时大家在听戏 薛宝钗点了鲁之参 醉闹舞台山 这里我觉得特别像个对联 上联是鲁之参醉闹舞台山 下联是林黛玉到八吹羊柳 我们接着说 贾宝玉不理解薛宝钗 为什么点这种热闹戏 薛宝钗说 有一只寄生草 是百万天词 只是那磁枣中 有一只寄生草 听得极妙 好姐姐 你也给我听听 没缘法 转眼分离炸 去条条来去不牵挂 哪里套烟缩雨滴卷单行 一阵暗忙携破坡随缘化 宝玉听了 洗的拍戏画圈赞上不已 后来因为史湘云说 戏子向林黛玉闹了一场风波 你们看像谁 我像林姐姐的模样 家宝玉在中间 两头劝却两头受气 她是小姐主子 我是奴才丫头 说不得 你为什么给云儿使眼色 你安得什么心 难道她跟我玩笑 她就自清自荐了 她是公侯小姐 我原是平民丫头 你是不是这主意 贾宝玉万般失落的时候 想起了这句 大家彼此随随和和的 起不好 什么大家彼此 你们是大家彼此 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贾宝玉有感而发 也填了一只寄生草 待遇来看她时 西人拿出来给她看 但这里原文并没有放宝玉的寄生草 没什么 写着玩的 直到宝钗也来了 拿起来看 才写了 这里有批语说 出自宝钗墓中 正是大关键处 这首寄生草 是写给薛宝钗的 茫茫着盛悲愁喜 纷纷说盛亲疏密 从前碌碌却阴和 到如今 回头是想之无趣 这还有一首句子 你证我证 心证 意证 事无有证 思可云证 不可云证 事例足尽 他误了 都是我昨儿一只曲子惹出来的 这些道书禅机 最能遗信 要是明儿说出这些胡话来 存了这个意思 我就成了罪魁了 我就成了罪魁了 所以贾宝玉最终做和尚 不光是为了林黛玉 还有薛宝钗的原因 他续取薛宝钗后 跟薛宝钗过到了万念聚会 到如今 回头是想之无趣 最终贾宝玉离家出走 做了和尚 那为什么一开始他对薛宝钗忘情 最后却落到这步田地 辜负了薛宝钗的终身之托 因为薛宝钗跟林黛玉不一样 林黛玉跟贾宝玉是同心同德 薛宝钗跟贾宝玉是三观不合 他们俩之间有一个核心矛盾 读书求功名 贾宝玉是从来不肯用功读书 看不上科举考试的 上学上的一塌糊涂 读书读的天天爱训 凡读书上进的人 他就管人家叫陆渡 而薛宝钗的理念是 男人应该读书名里 俯国之名 说白了就是考功名 薛宝钗的叛词也提到了廷吉德 廷吉德出自后汉书中的一个故事 岳阳子出门求学 学了一年就因为想家跑回家了 他的妻子正在织布机上纺织 织到之后 拿起剪子剪断了织物 说织物是从残丝一点一点织起来 现在剪断了就前功尽弃 你学到半路就跑回来 跟你剪断织物有什么两样 岳阳子听了之后 就回去继续求学 这就是个妻子 却丈夫仗进求学的故事 廷吉德是围绕薛宝钗一生的命运核心 金陵十二钗判词 都是四句盖亏一生 只有薛宝钗和林黛玉是例外 他俩合用四句 薛宝钗只分到两句 可探廷吉德占了薛宝钗判词的二分之一 由此可见廷吉德对薛宝钗有多重要 金三雪里买是他的结局 可探廷吉德是他宿命的关键 他为此而生 为此而终 所以他和贾宝玉是水火不容的 前八十回已经写得非常明白 两人冲突已经到了不留情面的地步 有一次史湘云缺贾宝玉 如今大了 你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近视 也该会会那些围观作宰的人们 谈谈讲讲 试图经济学问呢 贾宝玉当场就翻脸了 什么 姑娘请到别的屋里去坐坐吧 仔细我这里 误了你和你的试图经济学问 这时席人赶紧出来劝石湘云 云姑娘快别说这话 上回也是宝姑娘 也说过一回 她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 她就咳了一声 拿起脚来就走了 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 见她走了 邓石修的脸通红 说又不是 不说又不是 这是从习人口中 说出了贾宝玉和薛宝柴的三观冲突 紧接着习人又发了一通议论 现而是宝姑娘 那要是林姑娘 不知又闹得怎么样 哭得怎么样呢 珍珍的宝姑娘叫人敬重 自己善了一回子去了 我倒过不去 只当她恼了 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 珍珍有涵养 心地宽大 谁知 这个反倒通她身份了 冲突之后薛宝柴忍了 但贾宝玉不可忍 甚至赌气不理薛宝柴 因为习人紧跟着说了一句 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她 你得赔多少不是呢 言外之意就是 贾宝玉赌气不理薛宝柴 是薛宝柴心地宽大 没计较 要不然也会跟林黛玉一样 跟贾宝玉吵个天翻地覆 这时宝玉就回嘴了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 没有 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 她要说这混账话 我早和她胜分了 习人和湘云听了 都不理解 点头笑道 这原是混账话 其实 史湘云是一个真性情 不在乎功力的人 玩闹起来 贾宝玉都赶不上她 是真名是自风流 从她嘴里都能说出仕途经济 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的普世价值 那时候信奉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高高在哪里 说好听一点 是辅国致民安天下 说白了就是考公民 大家都这么说 史湘云也就这么想了 但薛宝柴不是史湘云 她不是人云亦云 她是认真的 仕途经济是她人生的目标和信念 也是她的理想 薛宝柴的永续词已经说明一切了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而且薛宝柴是个有毅力和有能力的人 她不光劝贾宝玉 她连林黛玉都劝 就连作诗写字等事 远不是你我分内之事 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男人们读书名理 富国致民 这便好了 而贾宝玉觉得 这是混账话 所以薛宝柴跟贾宝玉的冲突不可避免 这一次冲突之后 没多久 贾宝玉因为不务正业被打 贾母心疼她 但她在家里歇着 她就干脆放羊不读书了 这时《红楼梦》里又提了一句 宝钗被见机劝党 也就是说 上次贾宝玉给了薛宝柴难堪之后 薛宝柴还没放弃 还坚持不懈地劝她 这里虽然写的是宝钗被 也就是宝钗那些人 但是贾宝玉的回话 明显是指的薛宝柴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 也学到顾名钓鱼 入了国贼入鬼之流 这就是直接开骂了 而且贾宝玉一赌气还烧了树 做到这个份上大家都不劝了 但是薛宝钗依然没放弃 后来香菱迷上作诗了 跟着林黛玉薛宝钗人学作诗 着模一样的用功努力 贾宝玉就很感慨 我们成天探说 可惜他这么个人竞俗了 谁知到底有今日 可见天地御功啊 薛宝钗马上就跟了一句 你能够有他这苦心就好了 学什么有个不成的 虽然薛宝钗是全场最佳 但这还只是他两成功力 因为他毕竟只是贾宝玉的表姐 贾宝玉不听 他也不好说别的 谁是你姐姐 那上的窗房袍的才是你姐姐呢 所以前八十回只是铺垫 作者都是侧面描写 一笔带过 没有展开写 也没写薛宝钗听了国贼鹿鬼是什么反应 但是当薛宝钗跟贾宝玉结婚之后 薛宝钗成了贾宝玉的妻子 不用想也知道薛宝钗要实践他的婷姬德了 作为妻子劝丈夫上进 合情合理 而且还是妻子的责任 薛宝钗这么努力的人一定会尽之尽责 要不然也不会把婷姬德写到他判死里去 他和贾宝玉在这一点上的冲突会正式展开 P助理提到过后面有一个回幕 叫薛宝钗借此韩奉剑 王熙凤知名强英雄 王熙凤知名强英雄 我们上期聊过了 这个薛宝钗借此韩奉剑 就是薛宝钗争董哥的了 让贾宝玉知道知道什么叫婷姬德 以前宝姐姐只是心宽 不计较而已 她认真起来 吊打贾宝玉绰绰有余 最经历的一次交锋 是有一次贾宝玉跟薛宝钗没话找话说 问薛宝钗为什么没去看戏 薛宝钗就说怕热 这时贾宝玉说 怪不得她们拿姐姐比杨贵妃呢 真是太妇态了 杨贵妃不仅提风切热 还是红颜祸水 宝玉未必有这个意思 但这话说的很不好听 薛宝钗不由大怒 但是又不好发怒 便冷笑两声 我像杨贵妃 只可惜没个好兄弟做杨国忠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 她靠着杨贵妃 权倾天下是个奸臣 这句话就是回见贾宝玉的 我要是杨贵妃 那你就是杨国忠 刚说完 有个小丫头丢了扇子来找薛宝钗 说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 好姑娘赏我吧 如果是平常与薛宝钗的脾气 顶多说没有 或者直接赏她一把 小丫头也是仗着这一点来找她的 换作林黛玉 这个小丫头打死也不敢来 但是这次薛宝钗没有好脾气了 她指着丫头说 你要仔细 我和你玩过 你在倚我 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跟前 你该问她们去 一句话把小丫头吓跑了 这句话也是说给贾宝玉听的 这回的回目就是宝钗戒膳 鸡蛋双敲 话里有话敲打宝玉 老娘不是平时那些 跟你嬉皮笑脸玩的姑娘 说话注意些 宝玉更不好意思 只能跟别人搭善去了 林黛玉在一边听见宝玉 说宝钗像杨贵妃 心中着实得意 还要搭言也趁势取笑 见宝钗说了扇子的事 就改口问 宝姐姐 你方才看了两出什么戏 林黛玉可能觉得贾宝玉太废物 没怼过薛宝钗 打算找机会自己上场 薛宝钗见林黛玉脸上很得意 就知道刚才贾宝玉奚落自己 林黛玉在偷着乐 薛宝钗就说 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 后来又赔不是 嗨 姐姐通金伯谷 怎么不明白这出戏的名字 这叫做负金请罪 因为这时林黛玉和贾宝玉 刚吵架和好 负金请罪就是在说他们俩 原来叫负金请罪 你们通金伯谷 才知道什么叫负金请罪 我就不懂什么叫负金请罪 两人瞪时脸都羞红了 王熙凤原本不太懂诗文 但是王熙凤毕竟是王惹吉 感觉出薛宝钗的意思了 凑去说 爸薯天 你们谁还吃生姜呢 既然没人吃生姜 怎么这么热辣辣的 这一来 宝玉黛玉更不好意思 薛宝钗原本还要怼 看王熙凤怼的已经够了 也就一笑收住了 很明显薛宝钗只是不计较 绝不是软性子 真计较起来 林黛玉和贾宝玉 加一起都不是对手 明和风 到底是我的好姐姐 你也遇上对手了 一抱还一抱 到底有比我强的人致命 就算是王熙凤 也得吃个没文化的亏 她虽然是个姑娘家 可是事是明白 又比我知书十里 更厉害一层 所以这样的宝姐姐 认真挺吉德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呢 第21回有批语提到过 这一回回幕叫 行戏人娇称珍宝玉 翘平尔软语就假连 批语说 这个回幕跟薛宝钗借词 韩奉剑 王熙凤知命强勇雄 是相互对应的 今只从二臂说起 后则只指其主 也就是说 二十回的情节 是习人平尔两个丫头 后面就会换成薛宝柴和王熙凤 批语还说 今日之欲有可真 他日之欲不可真 今日之恋有可救 他日之恋不能救 王熙凤 我们简单一说 21回是贾连乱告 留下一缕头发 平尔藏起来 没告诉王熙凤 救了贾连 后面王熙凤知命强英雄是说 王熙凤去质问鸳 是不是他出卖了贾连 但是贾连此时已经死了 救不回来了 详细的可以看王熙凤那一期 我们接着说习人和薛宝柴 在第21回 习人想劝贾宝玉 少跟姐妹玩 多读书 但贾宝玉是个不听劝的 习人就跟贾宝玉赌气 说我再也不劝你了 贾宝玉就很纳闷 没接你劝 你就不理我了 我哪知道 两人闹顶了 就相互较劲 谁也不理谁 贾宝玉心情不好 也没心思去找姐妹玩 自己窝在屋里看书 最后还是贾宝玉服软了 跟习人说 以后都听你的 批语里说的 今日之欲有可真 他日之欲已不可真 就表明21回的时候 习人还能劝得了宝玉 多读了一点书 后面的薛宝柴 已经劝不了贾宝玉读书了 无视石头记里 薛宝柴非常强势地 逼贾宝玉读书 写词劝诫 外加讽词挖苦 甚至撕了书 摔了茶杯 从床上把贾宝玉拎起来 关在屋子里比他读 也许会有小伙伴觉得薛宝柴性格崩坏了 而且 《终生物》里也说过 他俩是举案奇梅啊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 薛宝柴和贾宝玉的冲突 集中在读书考功名上 但是其他方面 薛宝柴对贾宝玉是尽心尽力了 照顾他生活 陪他怀念贾家 怀念林黛玉 算得上举案奇梅 而且《终生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纵然是奇梅举案 到底疑难评 纵然是即使的意思 即使是奇梅举案 到底疑难评 到底有没有奇梅举案 其实是模棱两可的 薛宝柴的性格 确实有脱节的地方 无视石头记理 它太过阴暗 后面我们会说到 但这里我觉得算不上脱节 因为批柱有提到过 纹是一样情理 景况光阴 是却天然矣 多少恨泪 撒出此两回书 也就是说 一样的情理 但时仪是意 事情完全不同了 当时贾宝玉和薛宝柴的 境况不乐观 不是在贾家富贵逼人的时候了 那时候贾家一败涂地 薛家也穷途末路 薛姨妈 薛盘 夏金贵都死了 薛宝柴和贾宝玉 借助在子澹堡 寄人篱下 薛宝柴还有点薛家 逃出来的财产 而贾宝玉是身无分文 完全靠薛宝柴养着 大家还得注意时间的推进 前80回 贾宝玉是个十多岁的孩子 在一大家长辈呵护下 生活的无忧无虑 抄家的时候 贾宝玉大概18岁 跟薛宝柴成婚20岁左右 此时他跟薛宝柴 都是父母双亡 亲戚死光 只能独自面对生活的风浪了 薛宝柴是个老成持重 很成熟的人 对生活有规划 有目标 他一开始是哄孩子一样 哄贾宝玉读书 知道他想念林黛玉 就跟他聊林黛玉 薛宝柴还想 林黛玉已经死了 何必吃他的醋 可以说宝姐姐是一贯的大度 但是贾宝玉还是一贯的痴心不改 一到读书的时候就掉链子 看贤书睡懒觉 不肯硬考 而且油盐不尽还降嘴 老婆姐姐睡茶杯 已经是脾气好了 所以前面习人是娇称 后面薛宝柴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如果薛宝柴也是娇称 贾宝玉会悬崖撒手吗 一定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而且批语还说 真与见无异也 而习人安在在 这句话不是说习人去哪里了 因为早有句透说 花习人有始有终 他会供奉贾宝玉薛宝柴到最后 不是石头祭里 习人一直都在 也是狗到最后的大佬 所以习人安在在 说的是习人那样的温柔没有了 不过这里插一句 贾宝玉不肯读书不是懒 而是在求公民这件事上 对薛宝柴有根本性的分歧 我们后面会说到 薛宝柴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强逼他 前80回宝姐姐不跟他计较 贾宝玉非常硬气地骂薛宝柴 孤名钓鱼 国贼鹿鬼 80回后宝姐姐来真的了 贾宝玉就怂了 说不过薛宝柴 也斗不过薛宝柴 就连喜人设月 也都向着薛宝柴一起劝他 贾宝玉过得非常痛苦 家履便怨熬 最终贾宝玉离家出走 抛下了薛宝柴 这样的结局 也解释了红楼梦 长久以来的一个争议 那就是为什么 殷气凌白手扶双星 会暗示贾宝玉 后来跟史湘云在一起了 如果贾宝玉因为不爱薛宝柴 忘不了林黛玉 才抛弃薛宝柴出家了 那无论如何也没法解释 他后来又跟史湘云在一起了 宝玉是动烦心了 还是红楼梦前80回 拆带都是白写的 宝玉跟史湘云才是真爱 只有顺着红楼梦 续贤的伏笔去考虑 贾宝玉愿意续贤 取了薛宝柴 因为跟薛宝柴三观不合 过不下去 离家出走 遇到了同样流落在外 乞讨为生的史湘云 两人相依为命 才更合理一些 宝玉离家出走之后去哪了 我们等宝玉再说 接着说宝钗 有小伙伴留言说 看到这里不理解宝钗为什么贾宝玉 按理说薛宝钗应该非常了解 贾宝玉是什么脾气 为什么还要往南枪撞 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宝钗教育林黛玉的时候说过 他小时候跟兄弟姐妹也是淘气的 看小黄叔 大人教育之后就丢开了 薛宝钗显然认为后天能管教好 而且他对自己的教育能力很自信 毕竟连林黛玉都被他降服了 如果不是这样 以他事不关己不开口的脾气 前八十回绝不会翻来覆去的 圈甲暴玉讨没趣 二是因为薛宝钗被骗了 他小时候常生病 吃了很多药都不好 后来有个赖头和尚 给了他个冷香丸的方子才治好了 赖头和尚还给了薛宝钗八个字 要他刻在精气上天天带着 薛家就给他打了个金锁 这个赖头和尚 是整部《红楼梦》的幕后黑手 当初也是他和薄角道人 一起把通灵宝钗送入人间的 所以贾宝钗的《玉》上也有八个字 因为有这个金锁 才有了他跟贾宝钗的金玉良缘 还惹得林黛玉看见金的就不开心 后来薛姨妈跟王夫人收过 赖头和尚让薛宝钗 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 这句话不管是不是薛姨妈编的 都代表了薛家的心思 女儿有金锁 价格有玉的 就是金玉良缘了 只是没想到最后 莫失莫忘和不离不弃 都成了打脸的文字 贾宝钗抛下薛宝钗远去了 在贾宝钗离开后 薛宝钗等了很久 贾宝钗都杳无音信 宝姐姐也很无奈 就搬回了贾家的荒宅 一边收拾旧宅 一边等等看 宝钗是不是会回贾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 薛宝钗遇到了贾宇村 有了薛宝钗改嫁 很多小伙伴觉得 就算撇开贾宇村 单说改嫁都不可能 因为在我们印象里 大多是觉得 古代女性不能像现代女性这样 婚姻自由 尤其是《猎女传》 《女界》这些书籍 倡导富有再起之一 富二世之文 所以薛宝钗改嫁 听上去好像有点悬 而且也有很多小伙伴 对贾宇村印象不好 下一期我们就聊一聊 薛宝钗改嫁贾宇村的问题 古代社会对改嫁 到底什么态度 另外贾宇村虽然功利 但并不猥琐 论财华 她是林黛玉的老师 论相貌是面阔口方 见眉心眼 直逼全赛 甄世尹的丫鬟形容她雄壮 甄世尹更是说她非酒困之人 关于她跟薛宝钗的伏笔 相信大家都知道 她做的诗有一句 钗与连内带识非 批语说钗就是指的宝钗 而识非是贾宇村的字 贾宇村名画自识非 其实《红龙梦》 关于贾宇村和薛宝钗的伏笔 远不止这一处 薛宝钗的永续词 甚至八七版 也为两人埋了伏笔 已经看过《无视石头记》的小伙伴 肯定也会觉得 薛宝钗见贾宇村时 行为太反常 不予放荡 比潘金莲还过分 而且《无视石头记》还暗示 薛宝钗多次害过假假 我们也会一起聊一聊 薛宝钗的性格崩坏 到底怎么回事 喜欢的小伙伴 请点个转发 还有收藏价关注 有音笔的话 给头两个吧 UP主页百合 副业八卦 《无视石头记》也会尽快更新 我是女王泡面 谢谢 我是女王泡面 今天我们聊一聊 一个特殊版本的红楼梦 《无视石头记》 也叫《鬼右本石头记》 这个版本的红楼梦 是有结局的 虽然这个版本来路不明 结局鬼畜 却有着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接着上一期 聊一聊薛宝钗改假假语村 为了避免重复 上期说过的问题 以及 《鬼右本石头记》和《无视石头记》的介绍 不再说了 没看过上期薛宝钗结局的小伙伴 请务必从上一期看起 一面误会 评论已经把上期传送至顶了 上期我们介绍了 贾宝玉不是被逼去的薛宝钗 而是自愿虚嫌的 两人在婚后 因为在考公民这件事上 三观不合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最终贾宝玉离家出走 当和尚去了 贾宝玉走后 薛宝钗等了很久 不见他回来 就搬回了贾家荒宅 一边收拾旧宅 一边等等看 宝玉是不是会回贾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 薛宝钗遇到了贾宇村 有了改嫁贾宇村 有小伙伴留言说 宝姐姐是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大家闺秀 怎么会改嫁 其实 这是大家对封建礼教的误解 也许因为猎女传里写 富有再取之矣 富无二十之文 一语之奇 终身不改 故夫死不嫁 大家就认为 古代不允许改嫁 但实际上古代社会并不是这样 我们在《中日韩女皇》系列里 聊过唐朝有多奔放 结了离 离了结 结了再离 离了再结 再结再离 再离再结的有很多 随便你折腾 根本不交事 唐朝之前更奔放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 游子改嫁 被死不争 然而 汉武帝的妈和姥姥 都是跟前夫生了孩子 在改嫁的 刘备娶了孙上香 孙上香后来回了吴国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孙上香走后 刘备娶了一个寡妇 立为王后 最厉害的应该是 五代十国的周祖 她娶过四个老婆 四个都是改嫁的 到了宋代 承宜提出了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就是说 你穷的饿死了 也不能改嫁 老公死了 老婆应该守寡 寡妇改嫁是失节 娶寡妇的男人也是失节 朱熙还给她点了个赞 非常认同这一点 但是 没人理他们 承宜的侄子媳妇 说改嫁就改嫁了 朱熙朋友的妹妹 老公死了一年 就要改嫁 朱熙赶紧写信给朋友 她朋友是当时的宰相 朱熙就说 你作为宰相 道德标准应该比别人高 做道德模范呀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写完信 朱熙还怕朋友不搭理她 又专门给朋友的父亲 也写了一封 这是有多闲 她平时没事做吗 结果朋友的妹妹照样改嫁了 连争论都懒得和她争论 整个宋代改嫁的妇女极多 三嫁的也不少 王恩时的儿媳 岳飞的前妻 陆游的老婆都改嫁过 连宋朝太后刘娥 都是被老公卖给宋真宗的 不知道朱夫子给宋宁宗讲学的时候 有没有讨论过太后前夫卖老婆算不算失节 范仲淹也给家族定过规矩 嫁女之前三十贯 再嫁二十贯 娶妇之前二十贯 再娶不知 也就是说 女人再嫁 家族赞助她二十贯 男人再娶 自己掏钱 就连朱熙自己也左右横跳 他还说过 夫死而嫁 故为失节 然 亦有不得已者 圣人不能敬也 意思就是 你要不得已的话 改嫁就改嫁 虽然是师姐 但圣人也管不了你 感觉道理都被她一个人说了 而且朱熙还发表过很超前的言论 有个女人嫌老公穷 就告娶衙门要离婚 很多人谴责这个女人 说不能因为穷就抛弃丈夫 这时朱熙就说 如果丈夫无能 养不了妻子 那不离婚 妻子怎么过 想一下上期 我们说贾宝玉在家族败落后 无愿靠公民 靠薛宝钗养着 按朱熙的话 薛宝钗都可以去衙门告假保育了 而且朱熙还特别八卦的说 不能只考虑大义 还得考虑 他俩离婚 是不是别有曲折 意思就是先别急着喷 等等看有没有翻转 朱夫子是混微薄的吧 宋代以后一直到明代 改嫁是一件很普通平常的事 尤其是遇到战乱 本来就人口锐减 大批的寡妇要不改嫁 那皇上要急死了 明朝还出过 强制全国寡妇改嫁的奇葩事 清代鼓励寡妇守寡 贞洁牌坊 立得比明代多 也有婆家为了省粮食 强迫守寡的儿媳妇再嫁的 但是总的来说 对改嫁是理解的 列女专里也写过一个故事 魏定公的儿子死了 魏定公的夫人定江 亲自送儿媳回娘家 好让她改嫁 人们认为定江是贤明仁厚 发现了吗 列女传说寡妇不能改嫁 但是婆婆让守寡的儿媳妇改嫁 就是贤明仁厚 这说明列女传也知道 寡妇日子不好过 婆婆放儿媳走 是放儿媳一条生路 所以列女传说寡妇不能改嫁 只是唱高调而已 还有一点要注意 中国古代只有老公死了 才会要求女性守洁 只是在寡妇改嫁的问题上有争议 比如成怡和朱熹提倡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是指寡妇 列女传里 富有再娶之意 富无二世之文 一语之奇 终身不改 故夫死不嫁 也是说的寡妇 那些老公没死的 离婚被休的女性 本来就可以改嫁 不用守洁 古代从没说过 要离异妇女守洁的 给你修书就是把人身自由还给你父母了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丈夫跟你离婚 不要你 把你赶出家门了 你还守哪门子节 逛棍节吗 离异妇女不改嫁 也不会给你真节排放 真要发可能发个单身狗牌吧 我们上期说 王熙凤被修回娘家 她如果不是被抓去坐牢了 也是可以自由改嫁的 只是被修了之后 很难再嫁条件好的了 而且薛宝钗跟王熙凤还不一样 王熙凤是被修的 贾连给他写了修书 扫地出门 薛宝钗是老公跑了 没给他写修书 这种情况 大明律和大清律都有规定 夫逃亡三年不还者 并听经官告给执照 别离行改嫁 亦不追财力 就是说老公跑了不回嫁的 官府都觉得你惨 看不下去了 要给你发个执照 方便你改嫁 因为没有修书就改嫁 一旦丈夫回来 会产生纠纷 官府连这一点都替你想到了 专门给你发个改嫁执照 避免你前夫反悔 而且彩礼都不用你退 留着当青春损失费 薛宝钗就处的这种 官府都看不下去的状态 三年以后 官府就要给他发改嫁执照了 宝二奶奶宝二奶奶 改嫁执照下来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领 麻烦你闭嘴 谢谢 古人对李毅改嫁的态度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正相反 李毅后改嫁 在古代是一个正经出路 不改嫁 反而会让人觉得你不正常 注意 这不代表古人开明 唐代以后 女性地位非常低 没有平等的人权和财产权 她们只能依附男人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注意这个从不是听从 因为中华伦理中都是儿子孝顺母亲 没有说过母亲听儿子的 所以夫死从子绝不是听从儿子 这个从是依附依靠 就是说你必须找个挂靠单位 嫁鸡随鸡 你得有个鸡吧 嫁狗随狗 你得有个狗吧 薛宝钗 无父 无夫 无子 连哥哥薛盘都死了的 就等于无业游民 非常不安全 不稳妥 世事要你自己抛头露面 在古人看来 反而是不成体统 即便有钱 也很难独立生活 有钱只会更遭人惦记 而且只要你不挑剔 完全不仇嫁 古代是一妻多妾 一个男人可以有一个老婆 多个小妾 这就注定很多男人 娶不到老婆 女人不够分的 再加上小妾的门槛很低 娼妓奴仆出身的 一样可以做有钱人家的小妾 所以一般来说 古代女性不仇嫁 再加上必须挂靠男性 所以离异后 改嫁是正经出路 不改嫁才会让人觉得 你是不走寻常路 要么太挑 要么是犯了大忌讳 没人要 比如警示横衍里的三巧 他家里是经商的大户人家 他因为出轨被修 回娘家后 恰巧遇到了一个官员 那妾 三巧就给官员做了小妾 古代小妾地位非常低 半奴半主 然而就是这样 三巧自己 他的父母还有前夫 都觉得他给官员做妾 是个好出路 至少下半辈子有个归宿 毕竟父母不能养他一辈子 另外很多明末清初的小说 都已经有了女性意识的复苏 比如金平梅里的梦玉楼 大家不要一听金平梅就想外了 金平梅是一个被黄色内容耽误的经典小说 就像某些奥斯卡自家影片 不能因为激情戏多 就归到AV的水准 金平梅也是一样 不能因为黄色内容多 就归为地摊文学 实际上在《红楼梦》之前 金平梅跟《三国演义》 《西游记》《水浒传》 并称《明朝四大七书》 而且金平梅对《红楼梦》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纸批说过 《红楼梦》深得金平捆傲 金平梅里《梦玉楼》这个角色 两次手寡 两次改架 接了三次盖头 但她跟潘金莲不一样 她不是当夫 她是光明正大的改架 她瞧不上那些名义上手寡 暗地里偷鸡摸狗的 她改架西门庆是名媒正曲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结婚的时候 张四舅想要捞她前夫的财产 跑来阻拦 有人仗义直言说 她身边无处 少夫嫩妇的 你拦着 不叫她嫁人做什么 众接邻高声道 见得有礼 大家都觉得寡妇改架 合情合理 是张四舅没事找事 所以 金瓶没礼 连寡妇改架都是支持的 更不用说离异的女性了 至于红楼梦 对改架什么态度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李丸 李丸是贾宝玉的嫂子 从小读猎女传长大的 她嫁给了贾猪 后来贾猪病死了 留下了一个儿子贾兰 李丸就手广 一心一意地抚养儿子贾兰 标准的三从四德 贞洁烈女 朝廷妥妥的要送贞洁牌放了 然而 红楼梦里怎么形容李丸的 稿木死灰 卸了顶的树 燃尽了的灰 红楼梦连寡妇守寡 都没歌功颂德 更不要说薛宝钗了 薛宝钗不是寡妇 贾宝玉是扔下她跑了 薛宝钗也没有儿子可以守 要是她跟李丸一样 红楼梦会怎么形容宝姐姐 好惨一女的 宝儿奶奶宝儿奶奶 给她指教我提领回来了 麻烦你让我一个人 尽情谢谢 所以薛宝钗改嫁 无论在明清两代的社会中 还是红楼梦的世界里 完全讲得通 不仅不违反封建礼教 反而是封建社会下 李与女性最规矩的出路 也许现代宝姐姐 可以去加拿大炒房 终身不嫁 在古代她只能改嫁 因为李丸守寡的时候 贾家还在 能照顾她生活 每月给她月钱 还给她田产 所以李丸能安逸守寡 古人也说过 富人守寡义 穷人守寡男 贾家抄家的时候 贾兰也快成年了 李丸带着儿子逃到深山里 专心养儿子 指望她将来考一个公明 薛宝钗没有儿子可以指望 而且贾宝钗走的时候 薛宝钗的哥哥薛盘 再次惹了官司 被处死了 薛姨妈被夏金贵毒死了 夏金贵被宝钗烧死了 蒋玉汉也跟习人闹翻 一去不回还 三年以后 习人也可以领赶下执照了 宝儿奶奶 宝儿奶奶 我的执照领回来了 你怎么还不去领 这个梗没完了是吧 这里顺带解释下 习人的结局 28回酒席上 蒋玉汉坐的酒令里有伏笔 吃吃吃 女儿杯 丈夫一去不回归 这里有譬语说家称 称是欲言欲照的意思 酒令就是习人的剧透 而且批语说习人蒋玉汉是供奉 居宝钗烧贾宝玉得同忠识者 同忠识不是说一起开始一起结束 后来贾宝玉离家出走怎么算一起结束 同忠识说的是一样的开始一样的结束 薛宝钗烧和贾宝玉因为金锁和通灵宝玉在一起 习人和蒋玉汉因为一条汉金子在一起 贾宝玉不愿读书受不了薛宝钗烧的停机德离家出走 蒋玉汉喜欢寻花问柳受不了习人的规劝 也离家出走丈夫一去不回归 最后子坛宝只剩下薛宝钗婴儿宝钗 习人摄月都快成寡妇联盟了 薛宝钗要怎么过日子 王宝钗烧苦手寒瑶十八年 那是薛平贵去当兵了 薛宝钗呢 贾宝玉离家出走辜负了薛宝钗的终身之托 宝姐姐没有守的道理 知道了求求不要再提改家执照 更重要的一点薛宝钗不是感情至上 爱不成就要死要活过不下去的 《红楼梦》对薛宝钗的性格 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描写 那就是无情 贾宝玉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抽花签玩 抽花签不是单纯的游戏 花签上面的内容暗示了每个人的宿命 薛宝钗在抽花签的时候抽的是牡丹 签字写的是 认识无情也动人 这一句原本是罗颖的牡丹诗 这首诗夸赞牡丹的美 说如果牡丹会说话 那就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 但即使他没有人的感情 依然动人 无情是薛宝钗性格的核心 《无事石头记》里 薛宝钗在情绑上就是无情 考语是镇静从容 雍容典雅 面热心了 也许有些伙伴对无情有疑问 因为在《红楼梦》里 薛宝钗是个温柔体贴的姐姐 行为豁达 随分从实 就是脾气好 性格随和 尤其是跟林黛玉比 没有那么多事 连贾家的小丫头都愿跟她玩 而且薛宝钗也是乐于助人 行锈烟大冷天荡了棉衣 薛宝钗帮她赎回来 还有一次 史湘云大包大揽 说要起尸社做东道 实际上 史湘云没钱做东道 她父母双亡 是跟着叔叔婶子过 薛宝钗就把她叫到横武院 跟她说 虽然是玩 也要瞻前顾后 自己便宜 又不得罪人 才能大家有趣 你家里 你又做不得主 一个月 通购那几串钱 你还不够盘产呢 这回子又干这没紧要的事 你婶子听见了 越发抱怨你了 史湘云这才想到钱的问题 犯了难 薛宝钗就帮史湘云想了个办法 贾家的人爱吃螃蟹 刚好薛家的伙计家里养螃蟹 薛宝钗就让哥哥去拿螃蟹 给史湘云办螃蟹店 她跟史湘云说 我是一片真心喂你的话 你千万别多心 想着我小看了你 咱们两个就摆好了 你若不多心 我就好叫他们办去的 史湘云因此十分感激薛宝钗 可以说宝姐姐的话 说得漂亮 是也办得漂亮 宴会诗舍都很热闹 大家也很高兴 这样热心会办事的宝姐姐 让人很难跟吴晴联系起来 其实吴晴不是说她不懂感情 薛宝钗也有丰富的情感和喜怒哀乐 吴晴是说薛宝钗不会感情用事 面对问题时 会做出最冷静最有力的处理 薛宝钗可以说是贾家人缘最好的 上至老太太下至丫头婆子 没有一个不夸赞她的 小时候看《红楼梦》会觉得薛宝钗 盘量调顺 脾气又好 当然人缘好 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才明白 没那么简单 贾家这样庞大的家族 表面上看着花好月圆 实际上各种利益盘根错节 主子们勾心斗角 仆人们争名夺利 贾探春就曾经感叹过 我说倒不如小人家人少 欢天喜地何等快乐 我们这样人家人多 外头看着我们 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 哪里知道 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男更厉害 在贾家并不是脾气好就人缘好 脾气好反而会被当成软柿子 贾盈春脾气好 什么都不计较 仆人直接欺负到她头上 拿她的金缝去荡钱 还反咬一口说替她贴不开枝了 谁的妈妈奶子 不仗着主子哥多得些意 偏咱们这样钉是钉某是某的 尝试短了这个少了那个 哪不是我们公寄 谁又要去 就算不找事 也会因为利益之争 莫名其妙就得罪了人 上期说过的王熙凤 够聪明也够心机 只因为比邢夫人得老太太的虫 更有体面 就被邢夫人整得死去活来 所以薛宝钗能够在贾家 达成好人缘成就 绝不是因为她脾气好 而是她八面玲珑 谨小身微 有心机 有手腕 能周旋在所有人中间 比如第55回 王熙凤病倒了 没人管家了 王夫人就让贾探春和李婉管事 另外还特意拜托了薛宝钗 说好孩子 你还是个妥当人 你兄弟姐妹又小 我又没功夫 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 那些人不好了 你只管说 他们不听 你回来回我 别弄出大事来才好 薛宝钗听说 只得答应了 但是看一下这后面的戏份 全程都是贾探春跟奴仆 斗智斗勇 力压刁奴 薛宝钗从来没出过头 他就是每天坐一旁看着 临睡前坐觉去寻个夜 可以说既不得罪人 又显得非常卖力气 王熙凤就非常明白地说过 薛宝钗不愿意管 直到后来贾探春提出 大官园里的花草果木 可以让奴仆们 承包去软外快 奴仆们听说之后都很高兴 这个真好 这个太好 园子里那几片竹子 就单交给我吧 除了家里吃的笋 每年还可以交写的银粮 好 老乡村那边到底交给我吧 一年这些玩的大小鸟雀的粮食 不必动观众钱粮 年终我还可以交写钱粮 薛宝钗这才出面说了几句话 我看 里头也不用归账 让他们谁领一份差事 就揽一宗市去 供给定力外 还有富裕的 辛苦闹一年 也要叫他们剩些 贴不贴不自家 另外 每人再拿几冠钱来 单散给这些 不料理土地的老妈妈们 然后薛宝钗又嘱咐 很长一段话 大一是 姨娘再三托我 我才不得不管 我帮你们想额外的敬意 你们也别生事 不然我不好见我姨娘 你们也没脸 众人听了欢声鼎沸 姑娘奶奶 这样疼我们 谁再要不提上情 天地也不容 薛宝钗没费一个子 做了整个贾家的人情 这回的回目就叫 石宝钗小慧全大体 还有上期我们说过 贾家奴仆闹事 偷东西的时候 薛宝钗和薛姨妈 直接把通往大官员的门锁了 贾宝又问她 你这样金出不麻烦吗 薛宝钗回答得很直接 宝兄弟 小心着没错 你看你那边 我们这边就没事 可见这门关得有功的吧 薛宝钗还特意说了一句 就连妈和我也尽这些 大家别走 纵有了事 就赖不着这些人了 意思就是 你们乱你们的 别赖上我们 也许有小伙伴会说 不是自己家的事 薛宝钗当然不好管 王熙凤也说过 他和林黛玉都是亲戚 其实红楼梦在写 探春管家这一段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交代 说林黛玉和史湘云都病了 林黛玉确实经常病 每到春秋之交就犯科技 但史湘云病得就很蹊跷 说因实气所感 就卧病了 医药不断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写他俩同时生病 都病躺下了 后续却没写生病的情节 不了了之了 其实就是让他俩暂时下线 好安排探春管家的情节 因为林黛玉和史湘云 虽然也是亲戚 但他们一定会插手甲甲的事 史湘云不用说 心直口快 热血青年 有一次 他听说迎春房里的婆子 湿里眼欺负行修烟 立马就说 我去问二姐姐去 我骂那些老婆子丫头一顿 给你们出出气 你又疯了 还不快坐着 你要是个男人 出去打个抱不平 你又冲什么荆轲 孽正 真真好笑 所以能想象 史湘云如果不是病了 一定会冲在前面 哪个奴仆敢闹事 他绝对上去一拳一个 林黛玉没有史湘云这么忙 他借助在贾家 也是小心翼翼 不愿招惹是非 但林黛玉是个不吃气的 他怼人从来没手软过 最经典的 就是周瑞嘉给他送公花 林黛玉就问他 是单给我一个人的 还是别的姑娘都有 各位都有了 这两针是姑娘的了 哼 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来的 也不会给我 由此可想而知 哪个婆子 摸摸感冒头 林黛玉只要在旁边 一定会把他怼出屎来 在后面第七十三回 迎春房里的婆子闹事 探春过去震慑 林黛玉就没忍住嘴欠 再一边巴巴 打去探春 薛宝钗赶紧拦住他 把话插开了 对比史湘云和林黛玉就会发现 只有薛宝钗无情 才能置身事外 撇下贾家不管 也只有薛宝钗无情 能忍住这些糟心的奴仆 不甘己事不开口 一问摇头三不知 他不会像史湘云一样 路见不平一声吼 更不会像林黛玉那样 怼上了头 仔细看一下薛宝钗 做过的每一件事 都贯彻了他跟史湘云说过的话 自己便宜又不得罪人 他只管他能管的 不得罪人的 多余的事 他绝不会管也绝不会做 需要扔下的 他会毫不犹豫地扔下 后来傻大姐在大官员 捡了一个淫秽荷包 为了查这个淫秽荷包 王善宝家的 穿躲王夫人抄捡大官员 搜查大官员所有奴仆的东西 王熙凤那期我们说过 这一场抄捡是贾家内斗升级 矛盾爆发 抄捡大官员的时候 王善宝家的跟王熙凤说 要抄捡只抄捡咱们家的人 薛大姑娘屋里 断乎抄捡不得的 王熙凤说 这个自然就没去薛宝钗住的恒武院 薛宝钗第二天听说抄捡大官员之后 立马去找李婉 说要搬出大官员 当时薛姨妈和薛潘从林乡院 搬到了贾家东北角 薛宝钗就跟李婉说 薛姨妈病了 她要搬出大官员去照顾母亲 李婉说 打发人去给薛宝钗看屋子 让薛宝钗过几日再回来 薛宝钗就说 以我的主意 也不必天人过去 把云丫头请了来 你和她住一两日 岂不省事 这时 许湘云是跟着薛宝钗一起住在恒武院 她特别崇拜薛宝钗 因为她自幼父母双亡 她甚至想过 如果有宝姐姐这样的亲姐姐 父母双亡也没关系了 然而薛宝钗打定主意不住恒武院 找了个借口 把史湘云也搬出来 塞给李婉了 薛宝钗搬出去之后 薛家也跟贾家疏远了 往年都是跟贾家一起过中秋 后来就不一起过了 史湘云当场托粉灰彩 我们上期也说过 这是薛家跑路的预兆 贾家被抄的时候 薛家跑路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上期 薛宝钗曾经安慰林黛玉说 你放心 我在这里一日 就替你消遣一日 当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都被宝姐姐暖化了 只是有谁能想到 后来贾家被抄 林黛玉陷入绝境的时候 宝姐姐早就走了 也很难想象 这样的薛宝钗会痴心一片 被抛弃了 还要等贾宝玉 实际上连薛宝钗到底 喜欢不喜欢贾宝玉都有争议 这个争议比较大 而且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出现这样的争议 是因为红楼梦对薛宝钗的描写 不像林黛玉描写的那么清楚 红楼梦明确的说过 林黛玉喜欢贾宝玉 前80回 林黛玉跟贾宝玉各种情话 各种恋爱中的试探 吃醋争吵 林黛玉百转千回的心思 只在宝玉身上 他笑宝玉是爱她 他称宝玉是爱她 他剪碎的是爱她 他咒宝玉还是爱她 然而 就没有林黛玉这样 情深深语蒙蒙的情节 甚至他跟贾宝玉很少独处 有批语总结过 反宝玉宝钗贤香玉 非黛玉来即香芸来 两人只要在一起 就会被林黛玉或史香芸打断 而且红楼梦对薛宝钗的心思 写得很含糊 甚至矛盾 比如贾宝玉不务正业挨打的时候 薛宝钗来探望 劝贾宝玉说 早听了一句话 也不至于有今天呢 别说是老太太太太心疼 就是我们看着 说到这里 原文是写的 薛宝钗感觉把话说极了 又把话咽回去 红了脸 低了头 摆弄自己的衣带 这里薛宝钗表现得在意贾宝玉 但是 有些时候 薛宝钗又表现得完全不在意 有一次薛宝钗去找林黛玉 到了肖香馆门口 看见宝玉进去了 宝钗就站住了 心里想 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 他们兄妹间多有不避嫌之处 嘲笑喜怒无常 就是说他俩之间没那么多避讳 平时拉拉扯扯甚至躺一起 而且一会发糖 一会发刀 薛宝钗磨这些并不是吃醋 也不是恋爱中那种在乎又患得患失的心态 他是想 林黛玉素席猜忌好弄小兴的 此刻自己也跟了去 一则宝玉不变 二则黛玉嫌疑 罢了 想到这里薛宝钗就走了 没去找林黛玉 就是薛宝钗觉得 贾宝玉前脚进去 他后脚跟进去 林黛玉肯定心里别扭 还是走吧 好鞋不踩臭狗屎 宝姐姐想的还是不得罪人 不惹是生非 林黛玉吃醋怼他 他也装没听见 甚至还经常开林黛玉的玩笑 比如贾宝玉病好了的时候 林黛玉念了一句佛 阿弥陀佛 薛宝钗就笑他 我笑那个如来佛 比人还忙呢 又要讲经说法 又要普度众生 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 又要烧香还月 赐福消灾 今儿刚好些 又要管我们的林姑娘的 婚姻大事了 你们这些人不是好人 后来薛宝钗跟薛姨妈也提过林黛玉的婚事 你宝兄弟 老太太那么疼他 他又生的那样 若要外头说去 断不忠意 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 岂不四角俱全 两千七美吗 我只罚你 都是你闹的 姨太太既有这主意 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 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 你这孩子急什么 想必是催着你家姑娘出阁 你也想早些找个小女婿 你太太真的以老卖老起来了 薛宝钗这种淡定的表现 就会让人疑惑 他到底喜欢不喜欢贾宝玉 另外还有薛宝钗平时非常循规蹈矩 元宵节贾家的宴会上 贾宝玉的父亲贾政来了 贾宝玉和史湘云两个话牢 都不敢说话了 大家都很拘束 唯独薛宝钗是坦然自若 也就是说 其他人是长辈面前才会谨言慎行 而薛宝钗 无论长辈在不在 都不会妄言轻动 他平时跟贾宝玉保持着一定距离 不像林黛玉那样不必闲 上期我们说过 薛宝钗摘红色串露出了雪白的膀子 贾宝玉就想 如果在林黛玉身上还可以摸一摸 言外之意 就是贾宝玉跟林黛玉亲亲惯了 还能动动手 但是跟薛宝钗就不敢动手 而薛宝钗看贾宝玉呆了 立马就扔下红色串走了 然而写了薛宝钗非常注意男女大房之后 又写了薛宝钗在贾宝玉无睡的时候 坐在他旁边给他绣肚兜 因为这些前后不一致的描述 薛宝钗的争议特别多 薛宝钗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贾宝玉 秀杜兜到底算不算薛宝钗不守规矩 其实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塑造的人物并不是非黑即白 非此即彼 我们小时候看的故事 好人就是好人 坏人就是坏人 黑白分明 但是成人的故事 善恶没有那么分明 人性是复杂的 不会只有单一的一面 也不会只有好坏 《红龙梦》这样描写薛宝钗 并不是让我们猜猜看 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他 而是在塑造薛宝钗 这些描述都是薛宝钗 薛宝钗的存在 能够将这些矛盾统一起来 传统的看法 是薛宝钗暗恋贾宝玉 但是她受封建礼教的毒害 不能表达出自己的喜欢 只能吃冷香完压抑 我总感觉这个说法有点违和 《红龙梦》描写的女性 细腻 真实 唯妙唯笑 入股三分 连不起眼的婆子丫头 都栩栩如生 让人感觉触手可及 为什么唯独薛宝钗靠吃药 来维持她的性格 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解释 直到看到了《无视石头记》 发现了另一种可能 从《无视石头记》 薛宝钗结局中能够发现 与其说她爱上了贾宝玉 不如说她看上了贾宝玉 她真正爱的是金玉良缘 薛宝钗小时候 有个和尚给了她八个字 要她刻在金器上天天带着 这八个字跟贾宝玉 通灵宝玉上的八个字很像 后来薛姨妈说 那个和尚让薛宝钗 等日后有遇的方可结为婚姻 这就是所谓的金玉良缘 薛宝钗真正想要的是金玉良缘 这不仅对应了薛宝钗的无情 也解释了为什么薛宝钗在意贾宝玉 却没有林黛玉那样的情深深语蒙蒙 反而总是劝她读书 比如有一次贾宝玉因为不务正业 被她父亲打了个半死 薛宝钗和林黛玉分别去探病 两人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林黛玉来看贾宝玉的时候 哭得两眼红肿 千言万语只讲述口一句 从今以后你就该了吧 林黛玉太在乎贾宝玉了 关心则乱 她平时牙尖嘴利 但这个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 全堵到心里了 后来王熙凤来了 林黛玉是避之不及 不愿让人看到 我从后院走了 待会再来 这可怪了 你怎么怕起她来 你看我这眼睛 待会她又拿咱们取笑 开心了 在看薛宝钗 几乎是一丝不乱 她是带着药来的 先交给西人 嘱咐怎么服药 然后才过来 开始劝贾宝玉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节 薛宝钗感觉把话说极了 又把话咽回去 红了脸低了头 摆弄自己的衣带 这样的情绪波动 跟林黛玉比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已经是薛宝钗的极限了 批语说是 行云流水雨 微露半寒石 贾宝玉非常激动 觉得这话亲切稠密 又看薛宝钗也是娇羞怯 就一下忘了她 读者也可能跟贾宝玉一样 觉得宝姐姐 忠义我忠义我 然而 还没等贾宝玉开口 薛宝钗马上就开始了 她的神操作 她紧接着问西人 宝玉为什么被打 西人就把来龙去脉说了 是贾宝玉私藏了王爷的戏子 被薛宝钗的哥哥薛盘告发 才挨了打 这时贾宝玉怕薛宝钗脸上过不去 就赶紧拦西人 说薛大哥从来不这样 薛宝钗明白 贾宝玉是怕自己多心 他心想 宝玉疼还顾不过来 还这样惜心 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 你既这样用心 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功夫 老爷也欢喜了 也不能吃这样的亏 发现了吗 薛宝钗虽然欣赏贾宝玉的细心 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喜欢 然而他心底里仍然嫌弃他不务正业 林黛玉劝贾宝玉 是怕贾宝玉再挨打 薛宝钗劝贾宝玉 就是觉得他不够努力上进 我们上期说过 前80回多次侧面描写了 薛宝钗劝贾宝玉读书 我再多说一句话 你也该在这些正经书上多下些功夫啊 你能够有他这苦心就好了 学什么有个不成的 每一次都闹得不欢而散 甚至贾宝玉说他孤名钓鱼 国贼鹿鬼 这是薛宝钗跟贾宝玉的核心矛盾 也是最后分手的原因 但薛宝钗始终没放弃 有机会就劝 这次也不累外 新人说薛攀告密才让贾宝玉挨打 原本是很尴尬 也很难回答 串闲话这种事 无凭无据 根本说不清楚 薛宝钗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薛攀 就算知道不是薛攀 也没法证明 况且薛攀又傻又浑 坏事大家第一个就想着他 但这难不倒宝姐姐 他很直接的说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 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 肯和那些人来往 老爷才生气 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 一时说出宝兄弟来 也不是有心调作 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 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险小事 习姑娘从小只见宝兄弟 这么细心的人 你何尝见过天不怕地不怕 心里有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的人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 我哥一不是有心 二不是瞎编 最多就是口无遮拦 把你的烂事抖露出来而已 与其怨我哥 你不如自己正经点 这黑锅甩得堂皇正大 行云流水 不但让人觉得薛攀无辜 还捎带着劝了贾宝玉 薛宝钗说完就站起来要走 临走又嘱咐敷药 然后还跟行人说 想要什么吃的玩的找他哪 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 万一传到老爷耳朵里 还要吃亏 安排得妥妥当当 可以说薛宝钗活得非常现实 林黛玉跟贾宝玉是谈恋爱 薛宝钗跟贾宝玉是过日子 想一下 薛宝钗是轻易不愿得罪人的 贾家的事也不愿意掺和 能躲就躲 能不管就不管 但他偏偏对贾宝玉这么上心 非要劝贾宝玉读书上进 跟贾宝玉发生了很多冲突 还是不抛弃不放弃 说明贾宝玉对他来说很重要 然而他除了日常关心和劝读书 几乎没有什么恋爱中的表现 那只能是他想要他理想中的金玉良缘 金玉良缘在前80回有非常重要的戏份 被反复提起 远比冷香丸重要得多 冷香丸是薛宝钗性格的影射 不是他性格的诚意 而金玉良缘是薛宝钗和贾宝玉的关键 两人第一次正式的对手戏 就是薛宝钗看贾宝玉的日 莫失莫忘 心瘦恒昌 薛宝钗的丫头金英说了一句 我听这两句话 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话 是一对呢 你 原来姐姐项圈上也有八个字 我也要看看 这回的回目就叫 比通灵金英微露易 为什么是微露易 因为金英的话只说了一半 她说这八个字是个赖头和尚送的 必要站在金器上 说到这里就被薛宝钗打断了 没有接着说 一直到第28回 这句话才有了下文 就是薛姨妈对王夫人说 金锁是个赖头和尚给的 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 薛宝钗因为薛姨妈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因此总远着保玉 这里有批语说 以后二宝文章一换眼看 怎么换眼看 批语指出 这里是风鸾全录 又用烟云截断 意思就是 这里把所有的都录出来了 金鱼良缘是薛宝钗跟贾宝钗的关键 然后又截断 没有接着写下去 为什么没有接着写 原文写了 因为贾宝钗被林黛玉缠绵住了 心心念念 只挂及着林黛玉 并不理论这事 金鱼良缘在前八十回漏了一下又截断 是因为有林黛玉在 只有等林黛玉不在了 才会有金鱼良缘 偏巧这个时候 贾元春赐礼物 唯独薛宝钗和贾宝钗的礼物一样 薛宝钗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 紧接着就是薛宝钗唯一次哭 薛宝钗性格比林黛玉豁达 情绪比林黛玉内敛 林黛玉隔三差五就哭 而薛宝钗前八十回只哭过一次 就是薛宝钗因为贾宝钗被打 回去说薛盘 不管是不是你告的密 以后你不要出去胡闹 少管别人的事 你是个不防头的人 万一有事 人人也都疑惑是你干的 不用说别人 我就先疑惑 薛盘是个心直口快受不了冤枉的 这次真不是他说的 所以一听薛宝钗的话 当时就急眼了 说宝玉挨了打 拿他献殷勤 不如把宝玉打死 他尝命大家干净 说着拿门栓就要去 薛姨妈死死拉住他 薛宝钗上来劝 薛盘知道自己肯定说不过薛宝钗 就干脆豁出去了 直接往薛宝钗心窝里怼 说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 我早知道你的心了 从先妈和我说 你这金要减有玉的才可正配 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老实骨子 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 薛宝钗一下被欺证了 要怼回去 又怕母亲不安 只能忍了 韩磊回房哭了一夜 第二天起来也无心梳洗 出门正好遇到了林黛玉 林黛玉看他无精打采 有哭泣之状 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就没忍住嘴歉 因为这时宝玉刚挨打 林黛玉就说 姐姐自己保重些 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 也一衣不好磅窗 薛宝钗没搭理他 妆没听见走了 薛宝钗和林黛玉都为贾宝玉哭过 林黛玉是为情 薛宝钗是为金玉良缘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秀鸳鸯事件 夏日午后 薛宝钗约林黛玉出去 林黛玉说要洗澡 薛宝钗就自己溜达到怡红院 找贾宝玉聊天 结果贾宝玉在睡午觉 喜人坐在一边秀肚兜 薛宝钗看杜兜秀得很好 就问西人 哟 好鲜亮的针线活 这是谁的 也值得下那么大的功夫 这么大了 还带这个 如今天气热 睡觉不留神 哄他戴上 便是夜里登了背 也不要紧的 真亏你有真耐心 这时西人突然说 秀得脖子酸要出去走走 今儿做的功夫大了 脖子低得怪酸的 好姑娘 你略坐一坐 我出去走走就来 去吧 喜人走后 原文写 宝钗只顾着看活迹 便不留心 一蹲身 刚刚的 也坐在喜人方才坐的所在 应有见那活迹实在可爱 不由地拿起针来 替他带刺 薛宝钗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合适 有很多争议 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 其实这个地方 不是让大家 品品薛宝钗到底是好是坏 在喜人说脖子疼 要出去走走这里 有批语说 是随便写来 有神有理 生出下文多少故事 也就是说 作者是刻意安排这段情节 让喜人离开 留薛宝钗一个人在那里 作者这么写 不是为了表现薛宝钗暗恋贾宝玉 借机亲近宝玉 作者为了防止读者这么想 安排了林黛玉和史湘玉来 林黛玉洗完澡 跟史湘玉一起来找喜人 刚好看见这一幕 林黛玉的反应是 身子一藏 手捂着嘴 不敢笑出声来 招手叫云耳 大家都知道 林黛玉是著名吃醋表演艺术家 比如有一次 贾宝玉得了一个 跟史湘玉一样的金麒麟 林黛玉心里不舒服 连薛宝钗都一块怼了 这件东西好 我好像看见 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 云妹妹有一个 好像比这个小一些 哦 是云耳有这么一个 宝姐姐有心 不管什么她都记得 宝姐姐在别的世上心还有心 没有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 比谁都留心 现在薛宝钗坐在贾宝玉床边秀鸳鸯 林黛玉没生气 没抱起史湘玉扔进去炸死他们 反而偷着乐就很反常 史湘玉看到也是觉得好笑 但想到林黛玉会取笑她的宝姐姐 就没接话茬 拉着她走了 林黛玉不弃薛宝钗秀赌斗 反而弃史湘玉偏心薛宝钗 冷笑一声跟着走了 这里是作者特意安排 让林黛玉来简单秀赌斗的暧昧 而且如果这件事属于不检点 林黛玉和史湘玉躲还来不及 不会笑着看热闹 贾西春曾经跟游氏说过 听到一些闲言闲语 游氏就说 你该去问问 姑娘既然听见有人议论我们 就该问她才是 西春就说 我一个姑娘家 只有朵是非 我反去寻是非 成个什么人了 《红楼梦》里 凡是手里的女性 壮见奸情 都是又惊又羞 刑夫人看到银贿荷包 是大惊 死死钻住 这里就有批语说 这才是世家夫人 如果是清贱之人 怎么能跟贾家联姻 薛宝钗听见小红和贾云交换手帕 也是心中吃惊 批语说 四字写宝钗 手身如此 结果林黛玉看了反而偷笑 还招手 云儿快来 云儿快来 林黛玉能笑着叫史湘云来看 就证明在《红楼梦》里 薛宝钗做的虽然可笑 但算不上不检点 作者写这一段的真正目的 是想让薛宝钗坐到贾宝玉身边 因为平时贾宝玉不会直接跟她说咱俩不合适 只能梦中说 秀鸳鸯是她与贾宝玉姻缘的暗示 所以史湘云拉走林黛玉之后 贾宝玉突然说梦话了 和尚道士的话 如何信得 什么金玉良缘 我偏说是牧师姻缘 薛宝钗听了这话 不觉正了 这里再一次点了金玉良缘 薛宝钗再一次正了 批语还故意问 此正了是一语之故 还是一语之意不妥之故 意思就是说 你猜猜看 是贾宝玉说梦话 让薛宝钗住了 还是梦话的意思 让薛宝钗住了 显然是梦话的意思 让薛宝钗住了 她非常在意金玉良缘 那薛宝钗为什么在意金玉良缘 其实搞明白这个问题 就会明白她为什么改嫁甲雨村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 下一期我们聊一聊 金玉良缘为什么是薛宝钗改嫁甲雨村的关键 原本这个问题打算一期视频讲完 但是做完发现 这期视频总长近两个小时 所以分成了两期 下期最晚下周一放出来 说到预告 肯定很多小伙伴非常气愤 给了预告又脱更 还不如不给预告 其实给预告也是 给我自己定下一个期限 赶作业的都知道 不到最后一天 没有那个赶作业的状态 吃吃喝喝看看手机 一天就过去了 所以定一个期限 熬夜也得赶出来 请组织放心 不会再脱更了 另外薛宝钗 毕竟是女主之一 要说的东西很多 也会有一部分跟前面重复的 但是重复的话也得说 不然 无法说清楚薛宝钗 我的视频都是个人对 无视石头记 还有《红楼梦》剧情的分析 关于无视石头记的真假 前几期已经反复说过多次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讨论真假 因为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真的 只有剧情跟原著高度契合 为什么说高度契合 我们来逐一分析 前面说过王熙凤还魂 现在说的性格崩坏的薛宝钗 后面也会说上战场的贾元春 以及妙玉黛玉嫁宝玉 我做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正要想哗众取宠 我只要把刚才奇葩的剧情 取一个震惊了的标题 讲一讲就可以了 何必费时间找资料分析解释这么多 这个视频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撇开争议 对无视石头记和《红楼梦》剧情的解读分析 喜欢的小伙伴请点个转发 还有收藏加关注 有硬币的话给偷两个吧 下期我们接着聊一聊 薛宝钗改家家雨村 我是女王泡面 谢谢 我是女王泡面 今天我们聊一聊 一个特殊版本的红楼梦 无视石头记 也叫鬼诱本石头记 这个版本的红楼梦是有结局的 虽然这个版本来路不明 结局鬼畜 却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 无视石头记中 薛宝钗最终改家给了家雨村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这个结局 为了避免重复 上期说过的问题 以及鬼诱本石头记 和无视石头记的介绍不再说了 没有看过薛宝钗 结局第一期的小伙伴 请务必从第一期看起 以免误会 评论已经把前几期的传送门置顶了 上期我们分析了 改家并不违反封建礼教 反而是封建社会最规矩的出路 薛宝钗是个无情的人 无情并不是没有感情 而是他的决断 不会被感情影响 他不是爱上了贾宝钗 而是爱上了金玉良缘 这一期我们接着聊一聊 薛宝钗为什么在于金玉良缘 其实搞明白这个问题 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改家贾宇村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 金玉良缘的来源其实很可疑 贾宝钗的通灵宝钗 还有他跟林黛玉的牧师前盟 作者亲自描述的很清楚 但是薛宝钗的金锁全是薛家人自己说的 而且说法还不一致 先是薛宝钗说自己从小生病 一个秃头和尚给了冷香丸的方子 后来薛宝钗跟贾宝玉说 有人给了几句吉利话 要站在金器上天天带着 婴儿在一旁补充说 是个赖头和尚送了八个字 必要站在金器上 没说完就被薛宝钗打断了 后来薛姨妈跟王夫人说 金锁是个和尚给的 等日后有遇的方可结为婚姻 整件事都云上雾罩 你会觉得薛家怎么来了这么多和尚 宝姐姐在别的世上心还有限 唯有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 比谁都留心 其实不管金鱼良缘 是不是薛家编出来的 他都代表了薛宝钗与贾宝玉的婚姻 薛姨妈说 等日后有遇的方可结为婚姻时 批语就说了 风鸾全路 薛宝钗再以金鱼良缘 就是在意贾宝玉 薛宝钗这样一个无情的人 为什么在意贾宝玉 薛宝钗在劝林黛玉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段话 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的倒好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 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 何况你我 就连作诗写字等事 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 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男人们读书名理 普国致民 这便好了 至于你我 也该做些真知 防线的事才是 偏有认得了字 既认得了字 不如剪些正经书 看也就罢了 最怕见那些杂书 你的性情就不可救药了 因为这段话 再加上他经常劝贾宝玉 读书上进 而且薛宝钗平时知书实力 贵贵居居 所以一般都会认为 薛宝钗是深受封建礼教毒害 循规蹈矩 但实际上想一下薛宝钗八面玲珑 混到贾家人缘最好 就绝不可能这么死板 在薛宝钗蝴蝶那段描写中 有批语发一论说薛宝钗 可是一位知书实力女夫子行职 后来薛宝钗蝴蝶走到低翠亭 听到了两个丫头小红和追尔说话 小红喜欢上了甲云 要追尔传递东西 说完怕被人听到 就要开窗户看 哎呀 会不会有人在外面听我们说话 咱们把格子都打开吧 宝钗躲避不及 就装作追赶林黛玉 薛宝钗 我看你往哪藏 好啊 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了 没 没 没见林姑娘来呀 哎 才我看见她蹲在那弄水 潮东一绕就不见了 别是藏在亭子里了吧 哦 一定是又跑进山洞里去了 踩上蛇 咬她一口就好了 好差心中好笑 说完就走了 小红听到这话就信以为真了 还担心林黛玉计较这件事 小红已经属于丫头里面非常聪明的了 王熙凤就非常喜欢她的灵力 然而她在薛宝钗面前 被耍得跟婴儿一般 批语说 明写宝钗非居居然依于女夫子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薛宝钗学习好守规矩 就认为她是书呆子 她也可能是一个愁愁满志的女青年 想一下她写的永续词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她循规蹈矩不是读书读傻了 而是爱惜自己的前途 不愿在履历上留下污点 薛宝钗勤学自律八面玲珑 是为了实现她的理想 但薛宝钗的理想是什么 首先肯定不是金银财物 她出身在皇上薛家 钱对她来说只是数字 她本身也不喜欢金银首饰 屋子里的装饰也很少 跟雪洞一般 实际上她的志向是相夫教子 可能有小伙伴觉得 这算什么理想 其实古代对相夫教子的定义 并不是看孩子伺候丈夫 我们上期说过 廷吉德占了薛宝钗叛词的二分之一 是他一生宿命的关键 廷吉德的典故 出自《猎女传》《岳阳子期》 就是岳阳子老婆的故事 这个故事完整的是这样的 岳阳子在路上捡了一块金饼 回来给了妻子 妻子说 我听说 治世不饮道全之水 连者不受接来之食 更何况路上捡人家丢的东西 岳阳子十分惭愧 把金饼又扔到野外 远去求学 一年后 岳阳子回来 妻子问她为什么回来 岳阳子说想家 妻子就剪断了织机上的织物 说织物是从残丝 一点一点织起来 现在剪断了 就前功尽弃 你学到半路就跑回来 跟剪断织物有什么两样 岳阳子听了之后 就回去继续求学 七年没有回家 妻子和婆婆两人过日子 别人家的鸡 跑到他们园子里来了 婆婆抓住炖了吃 妻子不吃还在哭 婆婆就问她为什么哭 妻子说 我伤心家里穷 穷到吃别人家的肉 婆婆听了 也没吃偷来的鸡 把它扔掉了 后来强盗进了家里 劫持了婆婆 妻子拿刀追出来 强盗说 你要不从我 我就杀了你婆婆 妻子仰天长叹 最后自问 倒是一件如此 也就没杀她婆婆 后来太守抓了盗贼 葬了妻子 赠号真意 这个故事并不是讲 洗衣做饭开孩子 而是更像大臣辅佐君王 劝戒君王忠心不二 也就是君为陈刚 父为七刚 就好比老公去打王者农样 妻子不是在一旁端插倒水 而是要跟着去打辅助 翻翻猎女传就会发现 里面不光是猎人窒息到头突的 贞洁猎女 还有很多辅佐君王的故事 比如魏定公的夫人定将 魏定公讨厌一个大臣 逼得大臣逃去了晋国 晋国国君就为这个大臣求情 但是魏定公还是不肯原谅 这时定将就劝魏定公 说晋国这样的大国来求情 如果不同意 就会有王国的威胁 您虽然讨厌他 但是王国更严重啊 作为国君应该忍耐一下 让百姓安定 不也很好吗 魏定公就原谅了那个大臣 猎女传认为定将非常有远见 避免了魏国的祸事 猎女传还有一个素柳女 因为脖子上长了个肉瘤 被称为素柳女 其敏王出游的时候 百姓都来围观 只有素柳女依然采丧 其王就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 素柳女说 父母让我来采丧 没让我看大王车队 其王说她是个奇女子 只可惜长了个流子 素柳女回答 我的职责是忠心不二 有没有流子又何妨 其王觉得这是邪女 要带她回王宫 素柳女说 不问父母就走 是私奔女 大王你为什么要一个私奔女 该有的礼节不能少 否则虽死不从 大王很惭愧 正式去下聘 素柳女没有打扮 还是采丧的装扮到了皇宫 其他妇人见了素柳女 都觉得稀奇 笑到不能自理 其王脸上过不去 就解释说 她是没打扮 打扮了跟这个差百十倍 素柳女回答说 何止差百十倍 姚舜安于节俭 用仁义装饰自己 至今数千岁 天下仍仰慕他们 夏节商周 不用仁义装饰自己 而是造高台弄诸玉 至今千岁 天下仍然唾弃他们 所以装扮和不装扮相差千万 何止百十 夫人们听了这话都很惭愧 其王很感动 立素柳女为王后 奉行节俭 其国由此崛起 连秦王和楚王都害怕 后来素柳女去世 其王没了贤内助 失忆的时候 不知该如何振作 得意的时候也没人劝诫 最终被各国联军打败 其王流亡在外被杀 素柳女的一些言行 并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 但是他对秦王的意义 绝不是洗衣做饭看孩子 更像是一个复合封建礼教的圣人 或者刚正不阿的贤臣 辅佐君王 这正是薛宝钗相夫教子的理想 辅佐丈夫 劝戒丈夫 成就一番事业 薛宝钗曲子里的 山中高氏经营学 就是站在贾宝玉的立场上 对薛宝钗的反讽 山中高氏 并不是说世外高人 淡薄名利 氏是什么意思 通古今便然不畏之氏 学以居位曰氏 列国之大夫 入天子之国曰某氏 氏有居庙 氏其氏的意思 这就是薛宝钗所说的 致民福国 这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 独善其身叫穷 兼济天下才叫达 山中高氏 就是身在乡野 新兮庙 有些像诸葛亮 说是窝龙岗散淡的人 其实天下大事门清 憋得近要辅佐一代君主 薛宝钗也是一样 一直积极地劝贾宝玉 读书上进 所以贾宝玉说 空对着山中高氏 精英雪 终不忘世外先淑 寂寞林 当然薛宝钗也当得起 这样的反讽 薛宝钗的才华 可以媲美林黛玉 关键是她足够无情 不像林黛玉那样 被感情干扰 薛宝钗的心机 可以敌得过王熙凤 又言于律己 外加勤学苦练 比文毛王大姐 有见识 有理想 她虽然是个姑娘家 可是事是明白 又比我知书十里 更厉害一层 她跟探春不相上下 却没有探春述出的烦恼 简直得天独厚 称得上大官员第一辅助 如此天秀的薛宝钗 人生理想应该是母仪天下 薛宝钗来贾家 就是因为皇上争采才能 除了选嫔妃之外 还要选公主半读 薛宝钗是进京代选的 一般的看法是薛宝钗代选 会有一些贾家和薛家 家族政治的问题 但有批语说过 《红楼梦》里 关于政治的事都是虚写的 前八十回 没有明写代选的下文 反而开始描写金玉良缘了 所以代选应该是一个影射 薛宝钗来贾家 就像是代选 他是为了金玉良缘有备而来 金玉良缘 对薛宝钗来说 也是非常理想的 像贾母这样 做一个大家族的主母 经营一个大家族 相夫教子 辅佐丈夫的事业也不错 大家族的夫人 也绝不是吃喝玩乐 看一下王熙凤 每天要管的事情 财务往来人情算计 基本抵得上一个小国家 王熙凤一病倒 贾家其他女眷就得顶上 王夫人领完探春薛宝钗 分担了王熙凤的工作 不然整个贾家就瘫痪了 就连贾母也有很多工作 虽然贾母说 自己是只会吃喝的老废物 但是皇亲国戚往来 交际应酬都需要贾母出面 南安太妃和北境王妃来 贾母就得负责接待 接待并不是吃喝玩乐 政治上的事 也是靠夫人们周旋联系 探春和亲 就是南安太妃来办的 宫里出什么事 贾母也要带着女眷们 暗品大庄入宫伺候 暗品大庄就是按照 告明夫人的品级装扮起来 跟官员穿官服一样 有一段时间 贾母每天都得暗品大庄 带着女眷一早入宫 贾母一走 贾家没人震慑了 就开始吵架 打架 偷东西 甚至聚众赌博 王熙凤和贾贪春管不了 最后还是贾母出面料理 家族主母要做的事情 正是宝姐姐施展才华的地方 队内她帮母亲管理学家 井井有条 就算是后来夏金贵闹得天翻地覆 薛宝钗也是用言语弹压夏金贵 夏金贵再闹 也不敢来闹薛宝钗 对外薛宝钗是大官员里人缘最好的 未来她跟皇亲国戚 朝中重臣的女眷们 拉关系 做人情 交集往来 被丈夫谋划仕途 可以说是游刃有欲 然而宝姐姐做梦也没想到 她作为大官员第一辅助 费尽心机实现金贵良缘 结果贾宝钗不愿打输出 不光不愿打输出 还退号下线了 我们上期说到这里的时候 有小伙伴问 贾宝钗在家破人亡之后 为什么不肯考功名 无事石头记忠 贾宝钗跟薛宝钗成亲后 全靠薛家的财产和薛宝钗养家 贾宝钗不好意思闲吃闲助 就跟薛宝钗商量做生意 赚点家用 薛宝钗当即就问她 你就这点出息 男人一事 以求取功名为紧要 岂能为了经商而把大失望了 因为和莉莉文彼的缘故 薛宝钗的话都是些大白话 但是我也编不出宝姐姐的言词 大家凑合着看大概的意思吧 薛宝钗把贾宝钗关在屋里 一边做针线 一边看着她读书 席人摄约也是像以前一样 伺候她读书 贾宝钗十分不想读书 认为薛宝钗他们都是国贼路鬼 薛宝钗就说 人没有进去心就是庸夫 仪式也不明白道理 到老了怎么能不悲气呢 贾宝钗就说 当官没有好下场 因为贾家就是在官场中招致祸事 所以贾宝钗想往装子那种 造法自然 隐居必逝的生活 薛宝钗又怼回去 人不是活在虚幻里 荣华富贵虽然是过眼烟云 但人生短短几十年 怎么能在穷困潦倒中度过 这也是圣人倡导的嘛 贾宝钗就说 功名如污泥一般 让你我陷溺在贪嗔痴爱中不能自拔 人出生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是何等纯洁 薛宝钗就说 赤子之心也不是必是离群不负责任 姚顺宇 汤舟孔 时刻以救民济世为新 也是物浊不堪了 贾宝钗说不过薛宝钗就低了头 这里赤子之心的争论 跟高额版本的叙述很像 原本我认为是何莉莉在凭记忆写的时候 忘了这里怎么写 拿高额的来填上了 但是仔细看一下两者完全不一样 高额版这里是贾宝钰在林黛玉死后 无心过日子 想要悟道出家 这个想法被薛宝钗看出来了 有了这一段争论 一陵版《红楼梦》按高额叙述拍的 也有这一段话 你我既为夫妇 你便是我终身的依靠 且不说情欲之私 论其荣华富贵 不过是过言烟云 但此古圣贤 以人品耕底为重 据你说人品耕底 又是什么古圣贤 你可知古圣贤说过 不识其赤子之心 那赤子有什么好处 不过是无知 无食无贪无忌 我们生来已陷入在贪嗔痴爱中 犹如污泥一般 怎么能跳出这般陈网 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 古人说了 也不曾提醒一个 既要讲到人品耕底 谁是当那太出一步地位的 你既说赤子之心 古圣贤皆以忠孝为赤子之心 并不是顿氏离群 无关无戏为赤子之心 姚舜宇 汤舟孔 时刻以救命济世为心 所谓赤子之心 远不过是不忍二字 若你方才所说的 忍于抛弃天伦 还成什么道理 争论的结果是 贾宝玉说不过薛宝钗 贾宝玉想像朝许 怡旗一样避世 被薛宝钗怼到无话可说 最后跟薛宝钗气 你不是说考公明吗 那我就去考公明回来 怡帝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考完了公明 贾宝玉就理直气壮 悟到出家了 这里贾宝玉就特别小孩子气 薛宝钗是要你考试成绩吗 是要你立一番事业 再次复行假假样 而且贾宝玉悟得什么道 什么宇宙真理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反正她没说过薛宝钗 还记得林黛玉说过呢吗 她答不上来就算输了 连我和宝姐姐所知所能的 你都不知不能 还有点窜禅呢 所以最后贾宝玉到底哪来的脸去出家了 无视石头记里 考公明是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核心矛盾 两人一直为这件事争论 一次一次的争论 铺垫起来 说到了赤子之心 贾宝玉没有说赢薛宝钗 就理屈雌雄 只能拿书去看 看她又不甘心 再次跟薛宝钗争论 最后一次争论的是 无视石头记最惊人的地方 我们前面说过 《红楼梦》后半段是乱世 贾探春被送去和亲 就是因为朝廷战败 贾家厨房里也说遇到灾年 粮食不好买 贾家煮米饭都要按人头算 油市来容国府吃饭 都没有好米饭 只能吃下人的米饭 你怎么昏了 乘下人的饭来跟你奶奶 今日添了一位姑娘 所以短了些 如今都是咳着头做帽子 要一点富裕 也不能的 这一两年汗闹不定 田上的米都不能按塑胶的 这几样细米都很艰难 所以都咳着吃的多少关区 今年年程实在不好啊 从三月份下雨 接接连连直到八月 竟没有一连清过五天的 八十回后的境况会越来越差 战败加上饥荒就变成了乱世 好鸟哥里暗示很多角色当了强盗 流寇四起最终推翻了朝廷 朝廷被推翻是一个关键 因为他能解释《红楼梦》里很多谜团 比如贾探春的结局 他为朝廷去和亲 按理来说应该是个好结局 他避开了贾家覆灭 即便是贾家倒了 还有朝廷做他的靠山 因为他是代表朝廷去和亲的 就像文村公主一样 大唐才是他的娘家 大唐在他就有后盾 大唐不在他家里再好也白搭 无事石头记里也写了 朝廷念在探春和亲有功 赦免了贾家一部分的罪 那为什么叛词里还写他生于末世 孕偏销 王熙凤的女儿做村姑 叛词都说他是多亏王熙凤基因德 不信中的万幸 那贾探春去和亲 为什么成了运气差 因为朝廷倒了 贾探春成了真正的断线风筝 同样薛宝钗入宫的事 也就不了了之 更颠覆的是 不光朝廷倒了 还有外族入侵 荣腔做了皇帝 这一点解释了贾兰的问题 贾兰最后中举 按理说是贾家复兴的希望 但是红龙梦却极尽嘲讽 说他的母亲李丸成了笑柄 为什么是笑柄 就是因为外族入侵 荣腔建立了新朝 贾兰是为荣腔卖命 同样贾宝玉不肯读书考功名 也是因为贾宝玉不愿为外族人卖命 第63回贾宝玉就骂过外族人 说匈奴犬戎 自摇顺时 变为中华之患 我们正该作践他 为君父生涩 于是给方官剃了头 取名叫耶律雄奴 因为一般都认为 曹雪秦家是满清褒衣奴才 不可能写这种文字骂外族人 所以一直无法解释这个情节 甚至干脆无视他 说他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但实际上 很多《红龙梦》早期版本 都有这段文字 其实炎黄子孙的优越感 以及对外族人的轻蔑 是深入到历史文化中的 就算是曹家子弟 他们在读经诗子集 唐诗诵词的时候 也不可能不被影响 看看给红龙梦写批注的 姬护手的名字就明白了 姬护手不是外板子老头 护是官员上朝用的记事本 《红龙梦》里也说过 护满床 就是形容家世显赫 有很多大官 姬护手就是护板畸形的老头 护板为什么畸形 满清官员上朝不用护板 清朝指代官位 不是用护 而是顶带花铃 姬护手就是一个 满清汉官的自嘲 林黛玉也说过类似的话 史湘云穿男装时 林黛玉说他像小骚鸭子 鸭子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灭称 这个涉及到《红龙梦》的背景之争 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 后面我们会单独做几期 这里我们先说薛宝钗 因为荣腔占领了中原做了皇帝 贾宝玉宁愿当乞丐 也不愿认贼做父 为外族人效力 而薛宝钗不管这些 他的无情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说不管是谁 哪怕世上的人都死绝了 能换来你的功名也值了 这句话写的也是很别扭 薛宝钗虽然无情 但不会说这种大白话 他一定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来说服贾宝玉 另外大家得考虑一下 《红龙梦》写于清初 当时有大批的汉人去清廷做官 曹家祖上就是大明朝镇守东北的武将 投降了满清 做了包衣奴才 后来随满清入关 子孙做了江宁制造 所以说薛宝钗的想法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薛宝钗是现实 是山中高市精英学 而贾宝玉不愿同流合物 但他也没能力改变现实 他只想要避世过自己的日子 薛宝钗这一次没有说懂贾宝玉 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贾宝玉因此弃塌而去 说到这里 我们小小的回顾一下 封建礼教之下 改嫁是薛宝钗最规矩的出路 薛宝钗是个无情 而且有理想的女青年 所以你很难想象 薛宝钗会甘愿做一个弃妇 聊此一生 如果是今天 薛宝钗可以自己去考公务员 但是在《红龙梦》中 薛宝钗要安稳生活 实现理想 他只能再次嫁人 他搬回贾家荒宅等贾宝玉的时候 遇到了贾宝钗 上一期很多小伙伴都觉得 薛宝钗和贾宝钗怎么想都不搭调 十分接受不了 实际上《红龙梦》前八十回 做了很多铺垫 贾宝钗的重头戏 几乎都会捎带上薛宝钗 只是我们没往那方面想 所以从未注意过 首先 贾宝钗虽然很小人 但长得不猥琐 他不是粉雕玉琢 风流俊俏那一类 而是贱眉 兴眼 直笔 拳塞 看上去很有能力的尖雄长相 在《红龙梦》开场 贾宝钗是一个穷书生 全家死光 就剩他一人 借助在葫芦庙 卖字为生 中秋节的时候 贾宝钗想到自己落魄 长须短叹 做了一首诗 紧接着又做了一副对联 有批语说 表过黛玉 则紧接上宝钗 钱用二玉合传 金用二宝合传 字是书中正眼 前面的诗是二玉 戴玉宝玉 后面的对联是二宝 宝玉宝钗 玉在独中 求善将 钗于连内 戴时飞 好啊 独是木匣 莲是首饰盒 一般也是木制的 薛宝钗和家宝玉 后来住的地方叫紫檀堡 所以这幅对联很清楚 说的就是未来 家宝玉和薛宝钗 在紫檀堡的状态 玉在独中求善驾 是伦语中的典故 子贡问孔子 有美玉鱼丝 运独而藏诛 求善骨而孤诛 就是有一块美玉 是藏在匣子里好呢 还是找个石货的商人卖掉 孔子回答 孤之哉 孤之哉 当然是等石货的人卖掉呀 美玉是比喻有才华的人 卖就是出世做官 石货的人是有道明君 孔子说过 天下有道则献 无道则饮 就是遇到有道明君就做官 遇到无道昏君就隐居 遇在独中求善驾 就是说贾宝玉在此谈跑 期待一个有道明君 他以前被贾政逼着去考过功名 荣枪做皇帝后 薛宝钗再怎么逼他 他都不肯去了 这是遇在独中求善驾 后面 钗在连内带石飞是一语双关 表面的意思是 薛宝钗期待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实际上也在暗示 薛宝钗在等贾宇村 石飞是贾宇村的字 贾宇村名画自石飞 别号宇村 大家一定要注意 《红楼梦》不是三国演义 一出场就姓张名飞自义德 俺姓张名飞自义德 某姓关名语自云长 在下刘备 刘玄德 《红楼梦》基本没讲过字跟号 偏偏贾宇村写的这么齐全 那带石飞绝不是单纯的巧合 贾宇村后来认识了隔壁的乡身 甄世尹 甄世尹见贾宇村长得一表人才 觉得他不是酒居人下之人 经常与他来往 两人喝酒时 贾宇村说 我的才学也能去考功名 只是没有盘缠 甄世尹就送了贾宇村盘缠 让他去考试 后来贾宇村真的考中做了知府 但是贾宇村做官贪酷 事财无上 照着有才华顶撞上司 最后被上司参了一本免了官 郁闷之中 贾宇村听说林如海给女儿林黛玉找老师 就脱关系做了林黛玉的老师 书中描写他教林黛玉教得很轻松 所以贾宇村才华方面没问题 后来贾宇村听说朝廷要重新启用被罢免的官 就求林如海让他帮忙找贾正 也就是贾宝玉的爹给活动活动 林如海就写了推荐信 让贾宇村去找贾正 顺便把林黛玉一起送去贾家寄养 就这样贾宇村带着林黛玉去了贾家 贾正看贾宇村相貌魁梧 言语不俗就很喜欢 给他谋了一个应天府知府的差事 贾宇村就高高兴兴去上任了 到了地方一下马就遇上了薛宝车的哥哥薛盘的官司 就是一个人贩子卖丫头 先卖给了冯渊 冯渊约好三日后来娶她过门 人贩子就趁机把丫头又卖给了薛盘 人贩子打算收两份钱跑路 结果被两家拿住打了个半死 冯渊真心喜欢那个丫头 不愿意退钱 薛盘也不是让人的脾气 就争执起来 薛盘手下把冯渊打死 冯渊家人把薛盘告到了衙门 贾宇村听到之后就要派人抓薛盘 天下竟有这样放屁的事 打死人的薛盘 就让他白白跑了不成 来人 把凶犯记拿归 这时有个门子给他试眼色 贾宇村知道这里面有事 就退堂去问门子 门子原来是贾宇村住的 葫芦庙里面的小沙迷认识贾宇村 贾宇村立马热情的携手让座说 原来是故人 贫贱之交不可忘 你我故人也 这里批语疯狂提示 贾太贾吉全是艰险小人态度 活现活跳 然后门子把护官府给了贾宇村 护官府就是记录各大不好惹家族的册子 其中有贾王使靴四大家族 靴盘是四大家族中靴家的公子 打死人后他带着妹妹和母亲去京城了 贾宇村根本不可能抓来靴盘 门子还说被卖的丫头没奸有志很好认 就是贾宇村的女儿贾英莲 贾宇村就是给贾宇村盘缠的香生 当年贾宇村的家人带贾英莲去看灯 一眉流神被拐子抱走了贾英莲 贾宇村感叹了一番 也没说救英莲 只问门子官司该怎么办 门子知道是贾家帮贾宇村谋的官 就出主意说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设个鸡谈算命 说薛盘跟冯渊有孽缘 薛盘打死冯渊 冯渊也追魂搞死了薛盘 两边都死了 官司就结了 冯家也没什么要紧的人 让薛家赔点丧葬费就好了 贾宇村就按门子说的办了 然后给贾政写信邀功 说这事办妥了不用担心 事后贾宇村觉得门子知道的太多 寻了个错 把他远远的充军发配走了 贾英莲跟着薛盘一起到了贾家 薛宝钗给他写了个名字叫香灵 贾宇村靠这件事 攀劳了贾家 贾政也非常喜欢他 大官员提匾额的时候 贾政原本想让贾宇村来提 因为贾宇村不在又碰上了宝玉 才叫着宝玉去提 贾宇村经常往贾家跑 阿谀奉承 每次来必定要见贾宝玉 贾宇被烦得要死 跟史湘云抱怨 新龙街的大爷来了 老爷这二爷出去会会 哪又钻出个新龙街的大爷 就是给雷妹妹当过老师的贾宇村 如今钻到朝廷做官去了 真讨厌 有老爷和他坐着就行了 回回定要见我 老爷看你能会边接客 才叫你去呢 哪里是老爷 都是贾宇村自己叫我去的 主雅客来勤 自然他见你有许多好处 才来会你的 罢了罢了 我也不敢称羊 我只是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 并不想同这些人来往 这时史湘云就劝他 这一段我们上期说过 贾宝玉听了很生气 让史湘云去别处坐坐 然后席人就提了薛宝柴劝贾宝玉的话 林黛玉正好在外头听到了 云姑娘 快别说这些话了 上回宝姑娘 也说了一回试图经济的话 她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 哼了一声 抬腿就走了 宝姑娘当时羞的脸通红 多亏了宝姑娘有涵养 心地宽大 那又是林姑娘啊 又不知道闹得怎么样 哭得怎么样呢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 没有 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 她要说这混账话 我早和她胜份了 你 这一段是由贾宇村引出的 仕途经济争论 后面还有一个细节 贾宝玉去见贾宇村的时候 薛宝柴看见了 就问西人 他忙忙地干什么去 原文里 西人没有明说是贾宇村 只说会客 薛宝柴吐槽了一句 这个客也没意思 这么热的天 不在家里凉快 还跑些什么 后来 平儿跟薛宝柴说了这么一个事 贾宇村想要石呆子的扇子 让儿子贾廉去买 但是石呆子宁愿饿死也不肯卖 贾廉拖了很多人情都没买来 就跟父亲说人家不卖 但是贾宇村就搞来了 他诬赖石呆子拖欠观银 抄了石呆子的家 把扇子抄来了 贾宇就质问贾廉 人家怎么弄来了 贾廉回了一句 贾廉拖的小事 弄得人坑家败业 办什么东西 混账 贾社听了非常生气 打了贾廉一顿 打破了皮 贾廉房里的丫头平儿 就来找薛宝柴要棒窗药 平儿要棒窗药的时候 没有找别的借口 而是特地把旁边的人支开 私下跟薛宝柴说了这件事 平儿非常气愤 说都是那什么贾宇村 半路途中哪里来的 饿不死的野杂种 认了不到十年 生了多少诗出来 发现了吗 贾宇村的事情 几乎都跟薛宝柴 有丝丝缕屡屡 非常微妙的牵连 即便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总能牵扯到薛宝柴 薛盘惹的官司 贾宇村给摆平的 《红楼梦》里特意写了一句 王夫人知道薛盘的官司 听说多亏贾宇村 从中维持了结 才放了心 可想而知 薛姨妈和薛宝柴肯定也是一样的 贾宇村的其他钻营手段 也安排了各种机会 比如西人和平尔告诉薛宝柴 薛宝柴几乎知道 贾宇村所有的戏份 非常清楚贾宇村的为人 后来贾宇村升了官 原文只是评述了一句 贾宇村补兽了大司马 但是八七版《红楼梦》 把这件事也跟薛宝柴联系起来了 说贾宇村升官以后来报习 信封上是写的假证 但是偏偏送到了薛宝柴手上 薛宝柴这时帮王夫人料理家务 王夫人不在 薛宝柴就替王夫人收了 这样改了原著 特意给薛宝柴安排上了 很有趣 八七版的文学顾问 周汝昌周老先生也猜测过 戴时飞是等待贾宇村 可惜的是当时 这些关键批语没问世 周老先生不敢相信 这句真是说的薛宝柴 另外薛宝柴的永绪词也有伏笔 永绪词使史湘云偶然填了一首 林黛玉觉得有趣 就起了失舍 邀请众人来填 薛宝柴在填的时候说 我想柳絮原本是一件 轻薄无根的东西 依我的主意 偏要把它说得好了 才不落俗套 因为这段话很多人认为 薛宝柴写的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是体现了薛宝柴的乐观精神 我语文老师也是这么讲的 他还说 林黛玉写的 看今生谁舍谁收 嫁雨东风春不管 平耳去忍烟流 是体现了林黛玉悲观的性格 一个乐观一个悲观 对比分明 其实单独讲林黛玉和薛宝柴的永绪词 是没问题的 所有人的诗 都是他们性格的反应 只是推敲《红楼梦》情节的时候 不能这么讲 因为贾探春 薛宝琴 贾宝玉也填了永绪词 他们都写得很伤感 但是不能说他们跟林黛玉一样悲观 而且贾探春写的是 也难晚寄也难鸡 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如果是性格写照 那是说贾探春性格分裂了吗 我们曾经说过 《红楼梦》的诗词 几乎都是剧透 这一点对照《无视石头记》会非常明显 永绪词也不例外 贾探春的永绪词是他命运的暗示 他将来远嫁和亲漂泊海外 也难晚寄也难鸡 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而且他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 是贾宝玉给他续上了 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为什么是贾宝玉续 后面有批语暗示 这是特意安排的 因为贾探春不能写这一句 贾探春和亲以后回不来 不会有再见隔年期 所以贾宝玉替他写了 其他人比如林黛玉 也是他的剧透 我们讲林黛玉的时候会说 这些人的永绪词都是剧透 那薛宝钗也不会例外 但是薛宝钗的永绪词特别奇怪 别人的剧透都是淒淒惨惨 唯独薛宝钗上天了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为什么宝姐姐一直独秀 如果没有薛宝钗改嫁 这一句是说不通的 斯大家族败落 他被贾宝玉抛弃 怎么上青云 薛宝钗自己去考试做女驸马了吗 但有了改嫁 这一句就很好理解了 贾宇春后来做了高官 薛宝钗改嫁给他 跟着一起扶摇直上 一般认为贾宇春是在贾家没落的时候 参了贾家一本 借此升官发财 无视石头记对他小人嘴脸刻画得更极致 他原本不知道贾家出事 贾家被抄得非常突然 袁春死得很急 只能靠托梦报信景天伦 贾家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抄了 贾宇春并不知道 他像往常一样来贾家阿谀奉承 遇上了查抄 他暗中观察了一会儿 就见风使舵进来举报贾家 贾政被他气个半死 破口大骂 贾宇春原本想踩着贾家往上爬 结果贾家被抄后 很快就天下大乱 朝廷倒了 贾宇春也只能躲去乡下 等到荣腔占了天下 做了皇帝 贾宇春就带了金银回京城活动 在荣腔的朝廷谋了一个官职 后来薛盘又被人告到贾宇春这里 当时薛盘是跟冷子兴做生意 被冷子兴坑了钱 气愤不过打死了冷子兴的伙计 被冷子兴告了 薛家赶紧送钱 贾宇春还要放薛盘 这时冷子兴来找贾宇春 他以前跟贾宇春演说过荣国府 这次他说 现在不比以前 四大家族都倒了 薛家躲在穷山上过日子 还怕他们干什么 冷子兴此时做生意发了财 拿出了比薛家多好几倍的银子 贿赂贾宇春 贾宇春就判了薛盘死罪 薛盘被砍了头 后来薛宝钗改嫁贾宇春时 没有提起薛盘的事 这一点应该是疏漏 上期我们说过 无视石头记不是抄本 是何莉莉的回忆本 细节文字都不是原文 也漏下了部分情节 所以这个事后来没有再提 薛盘死后 薛家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薛宝钗唯有指望贾宝玉 然而贾宝玉不听话还走了 贾宝玉走后 薛宝钗搬回贾家荒宅 住回了黎江苑 刚好那时 贾荣把贾家旧房子 租给贾宇春做买卖 顺带一提 贾家最后的幸存者 是贾荣和贾强 荣强是荣腔的谐音 薛宝钗听到贾宇春来招贾荣 知道他是个实时务 善于钻影的 就动了改家的心思 两边一拍即合成了亲 婚后情投意合 谈不完的仕途经济 贾宇春有了疑问 薛宝钗给他出主意 后来贾宇春一路高升 志得一满 这就是薛宝钗的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两人一只顺风顺水 到了薛宝钗年纪大了 两命斑白的时候 宝姐姐的能力是没问题 毕竟大官员第一辅助 但是宝姐姐怎么也没想到 贾宇春以前埋了一个雷 还记得那个门子吗 她被贾宇春充军发配之后 批语说过 门子充军是浮现千里 后来门子立了战功 做了高官 被皇上召回京城 门子的官位比贾宇春高很多 她为了报当年的仇 使了手段 将贾宇春全架 发配到风雪蛮荒之地 薛宝钗万般埋怨 诸对有贾宇春 其实宝姐姐明白 功名利禄 只是过眼烟云 她只是不想 碌碌无为一辈子 宝姐姐真的无情吗 不是石头纪理 宝姐姐也曾想念过 大官员和贾宝钗 回忆起大官员里的草木和姐妹 薛宝钗也落泪了 但是她放不下相夫教子的理想 她爱的是金玉良缘 功名利禄 对于其他的只有无情 永绪词是她命运的写照 薛宝钗跟其他人一样 如同柳絮 随风飘落 先是贾家被抄 薛家失去靠山 接着又是薛盘被处死 下金贵毒死薛姨妈 最终连贾宝玉都离家出走 但薛宝钗却说 几层随试水 其必为方尘 这句是说 柳絮不一定只能被水卷走 也不一定只能落到泥中 薛宝钗始终是万缕千丝终不改 任她随聚随分 薛宝钗依旧为她的理想 尽了最大的努力 韶华修孝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但是到了最后 薛宝钗一世的努力 转眼成空 只剩下了命运多舛的感叹 冰天雪地中 薛宝钗一病不起 此时她没了冷香丸可以治 冷香丸原本是治热毒的 所谓热毒 不是薛宝钗的情欲 而是她的执念 批语说过 林黛玉和王熙凤也有热毒 那并不是说 林黛玉和王熙凤也有情欲 他们也是执念 林黛玉执念于情 王熙凤执念于全才 而薛宝钗执念于金鱼良缘 功名利禄 冷香丸没能救回宝姐姐 她最终病死在流放之地 埋在了血中 此生何有声声谈 都不尽流年 看流沙聚散 挥手千涯无怨 英雄何有声声谈 断背落残月 君不见青山 豪杰中华晨烟 家雨村支撑了几年 也病亡了 至此薛宝钗的结局完成 本来打算解释玉带临终挂 与金簪雪里埋的 但是这期时间又快超了 还是留到林妹妹的时候讲吧 以上的情节都没有涉及到那些太颠覆和太崩坏的 因为这样讲起来比较连贯 不用停下来解释 下面我们聊一聊那些颠覆的情节 比如薛宝钗是如何嫁给家雨村的 当时薛宝钗搬回了贾家荒宅 听说家雨村来贾家跟贾荣谈生意 就到院内的墙洞边等着 希望家雨村经过的时候 从洞里说句话 结果每次家雨村路过 都是跟很多人一起来 没有机会 后来薛宝钗就想了个办法 穿着轻薄的春衫 露出两个乡间 在鞦韆上高高荡起 家雨村听见墙内有女子笑 抬头一看 看见了鞦韆上的宝姐姐 当时就全身苏码 这个场景来源于贾宝钗酒令 贾宝钗跟薛盘蒋云汉等人 一起喝酒行令 他们行的酒令 都是未来他们妻子的命运 蒋云汉我们已经说过了 贾宝钗的酒令 就是指的薛宝钗 女儿悲 青春已大 守空归 就是贾宝钗走了 留他一个人守空归 女儿愁 毁教夫婿女 逆风猴 就是不该劝贾宝钗求功名 后面两句 就是说的薛宝钗改嫁家雨村 也许有小伙伴觉得 剧透的太简单粗暴直接了吧 其实《红楼梦》的剧透 很多都非常直白 直白并不是关键问题 而且薛宝钗秋千也不算出格 毕竟她不是死板的女夫子 有个小心思 吸引个注意力也能理解 但是露出两个相间就匪夷所思了 先不说简点的问题 以薛宝钗的姿色 完全不用露肩膀啊 薛宝钗的容貌 跟林黛玉平分秋色 薛盘第一次在人群中看到林黛玉时 是身子酥了半边 所以薛宝钗要勾引家雨村 完全不用下这么大的邪本 而且《红楼梦》里有一段情节 贾雨村还是穷书生 住葫芦庙的时候 到珍世尹家里去 偶然遇到了丫鬟娇姓 姓姓虽无十分姿色 却亦有动人之处 贾雨村就看呆了 这时 贾姓一抬头看到了贾雨村 心想 这人生的这样雄壮 穿的却这么穷酸 一定是老爷常说的贾雨村了 难怪老爷说他非酒困之人 想到这忍不住 就回头多看了两眼 贾雨村见他回头 便自以为贾姓心中有异于他 不由得狂喜 认为贾姓是巨眼英雄 封尘中知己 后来贾雨村做了官 就回来娶了贾姓做妾 一年以后 贾姓生了个儿子 又过了半年 贾雨村正妻病逝 就把贾姓扶证了 实际上贾姓这一段 是薛宝钗改嫁贾雨村的预言 因为后面 薛宝钗嫁给贾雨村 也是做妾 那时贾雨村的正妻是贾姓 后来贾姓死了 薛宝钗被扶证 薛宝钗做妾是合理的 当时薛家已经完了 薛宝钗是姑女还是改嫁 贾雨村是朝廷命官 我们之前也说过 刑事横延里面的三桥 也是备修后改嫁给官员做妾 那妾是不需要 八抬大教明媒正取的 贾姓是趁夜用轿子抬去的 薛宝钗也是趁夜用轿子抬去的 所以贾姓只是看了几眼 贾雨村就认定他暗恋自己 那薛宝钗也应该一样 看一眼就能搞定 没道理费着膀子力气 所以路双肩是一个崩坏的地方 露出雪白的膀子更合理一些 薛宝钗在摘红色穿的时候露过 引得贾宝钗看呆了 是不是和莉莉把膀子和肩膀搞混了 其实不重要 因为后面还有更崩坏的 贾雨村看见邱先生的薛宝钗心动不已 回去让妻子焦姓显办法 让她见薛宝钗一面 焦姓为了讨好贾雨村就答应了 贾雨村如愿以偿单独见了薛宝钗 两个人聊了五个小时 贾雨村表达了爱意 还抱了薛宝钗 两人晚上偷偷私会 一起到客店开房云雨了 这段已经崩坏到三观正穗的地步了 咱也不知道古代月炮什么规矩 咱也不敢说 这里的崩坏 已经无法在前八十回找到支持 焦姓嫁贾雨村没有这些 而且就算宝姐姐道德败坏 以她的心机和容貌 不用搞得这么难堪 硬说薛宝钗性格问题 或者何莉莉写错了 都不太合适 其实薛宝钗的性格崩坏 还有另一种可能 下期我们一起聊一聊 另外《无视石头记》里 也从侧面描写了 薛宝钗多次害过贾家 引发超检大观元的秀春囊 是她从薛盘那里拿的 贾家最致命的一刀 是她捅的 小红最后冤死是她出的主意 而且她一直在暗中阻挠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牧师前盟 这一系列的崩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期我们聊一聊 薛宝钗性格崩坏的另一种可能 喜欢小伙伴请点个小方 还有收藏家关注 有应力的话 也投两个吧 UP 主页版和副页八卦 女皇系列也会尽快更新 我是女王旁边 谢谢